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知 外见见了 弟子苏涵 大人请来闯藏剑山 闯藏剑山 就这么一个咸天静的小家伙 回去吧 他境界太低了 那些在他这个年纪已然应当进的天才弟子都不行 这么一个小家伙就别白白送死了 多谢建老的好意 不过小子还是想尝试一下 毕竟其他人还无法与我云青岩相提并论 我去哪来的野小子 这口气也太大了吧 这家伙我认识 丁鹤长老就是被他斩杀 本身是有的 不过却太过于小看藏剑山的凶险了 哼 无知者无惧嘛 到时候想受到千万狂暴剑意义一起侵蚀石海的痛苦 这家伙就会明白战力可不代表一切 建老 不要浪费时间了 开始吧 好 既然你坚持 老夫也不废话了 规则很简单 从那里进入藏剑山 获得一兵骨剑认可便闯关成功 明白了 建老 苏汉长老 我去去便来 走得越往上 获得骨剑认可的概率越高 小的 好自为之 云公子 切身相信你 一定能够成功 唉 小家伙要是耐住性子 再成长两年 倒是大有希望 现在的话 听天由命吧 剑意冲销 这藏剑山 确实是处不错的剑种 不过这剑意等级 却有些低劣 算了 蚊子腿也是肉 斩天剑 把这些剑意吸收了吧 我去 我的眼是不是花了 那个云青岩 快到山顶了 凯宗以来都不曾有人登上过藏剑山山顶啊 他 走得好快 好轻松 他为什么都快到山顶了 还没有获得骨剑认可 一网闯藏剑山成功的大佬 可是连半山腰都没走到 我苦守藏剑山数百年 今日 终于可以见证一位登天之人了吗 云公子 你果然从来不让人失望 成功登天 接下来 说来可笑 我云青岩需要得到你们的认可才算过关 谁来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不太清楚啊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藏剑山这一关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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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挂了 云青岩 此子就算无法交好 也绝对不能得罪 万 万剑超宗 这是万剑超宗啊 云青岩成功闯过藏剑山 按祖训可获内门长老之位 我宣布 从今日起 云青岩便是我天剑宗内门九长老 恭喜恭喜 九长老登顶藏剑山 引来万剑超宗 又是时尚最年轻的长老 未来不可限量啊 没错 以后还要请云长老多多照顾呀 云公子的战力 资质 谋略 放野整个大陆 都是最妖孽的级别 哪怕现在关于圣女的线索不多 但我相信 有云公子在 一定能救出圣女 有了云青岩 宗内剑道意图 必然一飞冲天 如此 才不枉我天剑宗的天剑二子啊 该死 不仅没能将云青岩控制住 现在他居然还成了内门长老 得赶紧想法子弄死他 要不然以他的性格和实力 只不定要搞出多大麻烦 身为天剑宗长老 每个人都有守护天剑宗的职责 这是守护地点图 云长老 你看一下 要选择哪处 不需要选了 就把胡坤长老负责的守护地点 交给我吧 啊 要我的守护地 糟糕 那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置血精的 若云青岩夺了我的守护地 很可能被发现呢 之前因为误会 胡坤长老被我打伤 想必他需要一些时间休养 所以我去帮助胡坤长老守护 也是尽一份同门之责 那好 那云长老 你就接管胡坤的守护地点吧 其实 胡坤受不受伤 都不太够格守在那里 现在有了云长老你 倒是帮我解决了一大难题 呃 二位 你们就不征询一下我的意见 问问我同不同意 你敢有意见 你配不同意 呃 不敢 不敢 不配 不配 前长老 那云青岩对血魔很是了解 此番抢我的守护地点 明显是刻意为之啊 所以 千万不能让云青岩诡计得逞 那里 可是藏着我们的血精啊 不用慌张 我有法子对付他 这药粉会让守护之地的护山兽陷入疯狂 明天你把这药粉撒在云青岩身上 它一踏进那里 也就永远留在那里了 对啊 护山神兽 哼 我怎么没想到呢 有了这能引动玄境护山兽的药粉 那云青岩必死无疑 云长老 今日由我带您去我之前负责守护的天拳址 之前因为误会多有得罪 还望云长老海寒呢 哈哈哈哈 之前的事无需再提 你好好带路即可 居然主动提出给我带路 无事献殷勤 我倒要看看你打了什么主意 好好好 以前的事不提了 我好好带路 其实继续往前走就行 再让你消畅一会儿 等进了天泉池 有你哭的 快些走吧 好机会 成了 这下云青眼死定了 事数重复 倒是好算计 看来前边有强大的妖术在等着我 云长老 前边就是天泉池了 我还有些急事要处理 也没多远了 我就先告辞了 好 快 快走两步 对对对 就这样 继续 快看 昨天登顶藏经山的云长老 真的来我们这里了 没想到云长老 真的能来我们这里 太好了 云长老和我等年龄相仿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能让云长老指点我们一番 果然不出所料 我去 虎山兽暴动了 我来宗门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互山神兽暴动 这 这互山神兽 也太不给云长老面子了吧 我更担心 这云长老刚来 就与命在神兽之口啊 成了 这次真的成了 前长老给的药分太管用了 被包动的玄境妖手攻击 你云青岩 要是还能活 那以后我胡坤的名字 赵真念 还以为多有本事 只不过律师小技 便一命无虎 胡长老 你也太高看他了 小猫蛇 安静 这样才乖嘛 云 云长老控制住了 虎山兽 我一定是在做梦 就这么云淡风轻的 把包动的 虎山神兽解决了 这位云长老 不会除了是一位 剑道天才以外 还是位天赋异禀的 玉兽师吧 这 怎么能 那可是玄境妖手 就这么一下 就被控制住了 不好 看来这家伙绝非普通人 我们那批血精 怕是要遭殃了 回去吧 你们看到了吗 那湖山神兽竟然 竟然被云长老驯服了 明明我和他年纪相当 为啥差距这么大啊 我觉得 我会成为天赋 他会成为天剑宗第一位 突破到人王境的强者 云长老 刚才我感应到 虎山兽暴斗 你没事吧 这位是内门三长老前白 我二人刚刚遇到 便感应到你这里出了事 于是 一起过来看一下状况 二位有心了 我没事 这两个家伙 装得还真像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多关心我 好好 没事就好 该死的 这云青烟到底有多少手段 不愧是云长老 厉害 厉害 这个云青烟 比我想象中更棘手 要对付他 看来得找别的对策了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的话 那二位便回去忙吧 这个 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再留一会儿吧 万一再发生意外 我们也能及时帮上忙 不是 此刻不能离开 必须得盯着云青烟 对对对 前长老所说甚是 小心无打错 我们应该再待会儿 而且这里我毕竟熟悉 可以带云长老你 熟悉熟悉环境啊 天泉池下藏有血精之地 有我们布置下的遮掩大阵 再加上我与前长老的扰乱 希望能够不被发现呢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二位了 你们俩真正不想离开的原因 是怕我发现这天泉池的问题吗 也罢了 我就陪你们玩玩 长老 不要装了 什么 这就暴露了 该死 还是没瞒住吗 介绍了这么久 偏偏不带我去看天泉池 就想故意掉我胃口是吧 云长老 云长老 误会老夫了 天泉池这么显眼 怎么着都不会忘了介绍 当然是一些小地方 可能很重要 但是容易忽略 我去 我还以为血精的事情暴露了 既然云长老想去天泉池 既然云长老想去天泉池 那咱们就赶过去吧 刚才差点没忍住暴起偷袭 幸好最后还是吻了一手 他就有劳二位了 小事 好 老天爷保佑 希望不要被云青岩发现 希望折眼大阵 能将血精的气息瞒住吧 这天泉池水 有问题 什么 这就发现问题了 云长老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这天泉池的水 对我们有害 不会吧 我可是天天立我这水修炼的 要是有问题 我就得最先完蛋 大家不要慌 既然云长老看出了问题 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对吧 这次云青岩应该是真的发现问题了 钱长老 怎么办呢 就算血精被发现 也不能立马证明是我们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露出马脚 稳住 不能慌 云长老 您说这水有问题 究竟是何意呀 对呀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守护这里多年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呀 二位真的不知 若是如此 那我就将问题说出来了 您说 请讲 这天泉池的水里有血 血 血什么 有血泊精华 血泊精华 血 血泊精华 什么玩意儿 这你都不知道 血泊精华 是水元素灵力质宝 如果云长老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可捡到宝了 我用天泉池水修炼这么多年了 一滴血泊精华都没见过 他仅凭几滴泉水就能判定 我不信 不管真的假的 只要不是那件事 我就放心了 这一波接一波的 吓死老夫了 不行就来个痛快吧 原长老 这天泉池水元素灵气十分浓郁 我承认 可就像刚才那位弟子所言 仅仅观察了几滴泉水 便下次定论 太草率了吧 胡坤长老死言 恰恰说明人的境界不同 看到的东西不同 出来乍到 没给诸位带什么礼物 这水元素灵 就送给大家当见面礼了 有了它 大家便可知 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去 天哪 真的是水元素灵 水元素灵 能得到一丝都是上仓垂帘 没想到 云长老竟然给我美人送了一丝 我去 你们快看 动用这水元素灵 能看到天泉池水中 多了很多小光点 那些应该就是雪破激滑 只是看到不算什么 等我把水元素灵的调用口诀 传给你 你们便可将天泉池水中的 雪破精华 给玻璃吸收了 那才爽 这 真的吗 我去 云长老太棒了 云长老万岁 我 我的作用 是不是 就用来 被云青烟 打脸呢 打脸就打脸吧 至少落得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血精 其他话我也不多说了 趁着他还没有发现我们的秘密 今晚 过来搬空血精 方才我就算是到处血精所在 也无法证明和胡坤前白有关系 但如今这两人被我一顿吓 必然会有动作 切实 还以为那云青烟有多厉害呢 差点把我吓个半死 弄了半天 压根就没发现天泉池下藏着血精这件事 今晚把血精转移走 以后完全不用担心了 是啊 今天为了干扰他 我把老脸都豁出去了 嘿嘿 搞了半天 压根没发现这猫腻呀 不好意思啊 二位 其实我发现了 只是没有立马揭穿 想如同此刻这般 抓个现形 什么 云青烟 该死 原来是被吓套了 完了 被抓了现形 怎么办呢 胡坤 之前云公子早就发现你有问题了 只是想要找出你背后的人 才一直陪你演戏罢了 你果真没让我们失望 让我们抓到了前长老这条大鱼 二位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与胡坤长老机缘巧合之下 发现了这里 过来一探究竟罢了 对对对 没错 我与前长老发现一道暗门 然后就进到这里了 你们误会我们了 按照你们的意思 是我们集体出现幻听了 别装了 你们之前的聊天影像 都被我用记录晶石录下来 狡辩 没用的 哼 相安无事不好吗 为什么非得把事情做绝 逼迫致死呢 天剑宗的事情本与我无关 但你们滥杀无辜 我无论如何都得管一管了 我凭你 既然如此 咱们就看谁能活着出去吧 前 前长老 我们不是对手啊 胡长老 不好意思 接下来 你得牺牲一下呢 你 什么意思 虚无绝 血魔狂暴 不 我这一招 是将浮昏体内血魔狂化引动而出 只要提供足够的血精能量 血魔便能不断提升实力 现在 你们知道逼我到绝路 是多么不明智了吧 之前是丁鹤杀掉自己的弟子 来强化自己 现在 你直接杀死胡昆 引动血魔 修炼血魔的每一个好人 都该杀 苏长老所言极是 今日 就先拿着 钱白的人头来开刀 想杀我 先过了血魔这一关吧 给我上 就这小小血魔 也敢在我面前献仇 可是对付钱白这种破色用处的时候 我便又开始消耗先帝惊喜 太不知 我得赶紧突破境界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血魔已经玄境四重了 居然被你一招斩杀 别说玄境四重了 哪怕是应变四重 空计四重 与我云青岩而言 皆一箭斩制 我不是对手 陷阱为杀 我知道你算不上什么大鱼 可你知道为什么利用胡鲲钓到你 我就摊牌了吗 为什么 因为胡鲲修为太低 扛不住我这手搜文术 不 不要 这小孩活得倒挺滋肉 过不了多久 血精就能准备齐全了 好 知道了 好强的感知 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的头 我明明 中心耿耿啊 居然能够在魂魄中布置如此 童窥探的毁灭手段 死人实力 不可小觑啊 竟然有人搜了钱白的魂 如此说来 秘密炼制 囤积血精的事 应该是暴露了 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一步 放弃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 那么我便亲自下场 将这些阻挠我的人 解决掉 参见宗主 云公子 有什么发现吗 幕后最大的那位 并没有看清 但很多其他 修炼血魔宫的家伙 和藏有血精的地点 我已知晓 先去毁掉血精 和剿灭那些家伙 如此一来 幕后之人 一定坐不住 这是捣毁的第七个 藏匿血精的窝点吧 允公子 我已派人将 修炼血魔绝的人 全部抓获 此时宗主已经知晓 召集我们过去 血精捣毁的也差不多了 那便过去一趟吧 宗主 这次我抓了十个 修炼血魔宫之人 可得给我 系上一大功 我捣毁了四座 藏匿血精的地方 功劳 应该也不小吧 虽然我这边 不是直接动手 但是后防一事 绝非小事 可不能落下我 好了好了 诸位放心 这些功劳 都会给大家记下 不会漏掉任何一个 我用你们的命 靠赏你们 宗主 云长老和苏长老到了 这位少年 便是云青炎 云长老 此次大破血魔一时 鞠躬至尾 好好好 果然是英雄少年 宗主谈爱 不过是凑巧罢了 这位宗主 为何感觉有一丝熟悉 好了 人既然已经到齐了 那么 我便宣布一下 这次召集大家的目的 此次清剿了一批败类不假 但天剑宗 也损失巨大 所以我决定 对诸位 开放画龙秘境 宗主 我没有听错吧 是那个画龙秘境 那可是 给宗门立下大功劳 才能进去的顶级秘境啊 我们没资格吧 对啊 宗主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特殊时期 特殊对待 如果不快速将诸位实力提上来 接下来 要是发生什么意外 我天剑宗 不一定能应付得来 哦 原来如此啊 宗主此言甚是 为了宗门 也只好将这规矩破了 诸位长老 这件事 宗主已经全权交给我了 诸位跟我来吧 然后 我就送你们去剑营吗 那个 我就不去了 秘境与我而言 作用不大 我自己修炼即可 嗯 云长老不可冲动啊 这画龙秘境 对修炼帮助很大呀 云长老还是不要开玩笑了 画龙秘境的机缘 珍贵异常 普通长老 想要进入画龙秘境 可是需要为宗门里 三次一级战功方可 这次机缘 可欲不可求啊 云长老就这么放弃了 多谢诸位好意 我这便告退了 云长老 且留步 画龙秘境里的画龙液 可以让人无视平静 直接突破 怎能如此轻易 就放弃了呢 你可是坏我计划里的人里 最该死的 可不能让你逞掉 公主所言 没有半点拖大 是的 云公子 这画龙秘境非常值得去 这 好吧 不错 罪魁祸首入瓮 还好 要不然可没法完成 重点观照云青岩的任务了 果然不对劲 就让我看看 这里面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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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没兴趣陪你们一起死 血腾归原阵 起 什么 这是 什么情况 该死 这恶心的玩意儿缠得好紧 仗头不开啊 血气在流失 一面你是血魔宫修炼者 现在知道 已经晚了 都给我乖乖等着 被炼化成血精吧 无面 你真当我天界综无人吗 金光护身大阵 诸位长老 往大阵里灌注灵力 是 我一滴都不留 倒是有些手段 如果金光护身大阵 要想用足够的防御 需要不断补充灵力 我则一无是处 我倒想看 在我不断进攻的消耗下 你能坚持多久 去 大阵一定要扛住 如果大阵被迫 只有死路一条 这还用得着你说 但我有一点很不爽 我们拼死拼活的时候 你们看看咱们的云长老在干嘛 我去 云长老 这时候你还修炼什么呀 往大阵输灵力呀 云长老这叫实实物 知道反抗是徒劳的 不如舒舒服服地等死 有些人 主尉 学习一下云长老吧 别挣扎了 云长老 你休想扰乱我们的意志 大家调整好心态 千万不要被云长老 云长老高深莫测 此刻他这么做定有缘由 没错 云公子绝非偷奸耍滑之辈 我相信他 我们当然没有傻到 因为云青岩 不出力就提手的程度 无论哪种理由 现在最重要的 不应该是一起出手保住命吗 没错 现在修炼有意义吗 难道他还能直接突破脑的 反备为胜的境界 云青岩 你要还是个男人 就跟我一起维持大阵 云长老命都放弃了 还会在乎自己是不是男人 宣承杀 狂暴论刺 大长老 完了 大阵毁了 云青岩 你该死 云长老 鉴于你从未抵抗 而且你在扰乱 逆风军心方面 起了巨大作用 我决定奖励你 第一个 死 云公子 如果死亡是今日的结局 就让苏寒 与你以这种方式 一同离去吧 好一个生死与共啊 真是感人 要是再配个英雄救美 然后绝地反击的剧情 就更妙了 好 无面 既然你这么喜欢看戏 看来今日 我不得不成人之美 亲自演给你呢 接下来 会更精彩 我去 我去 云长老 身得靠修炼突破 然后 干费了大阵 之前我还说 修炼一点又没有 真大脸 云长老不愧是绝世天才 根本不是我等能揣测的呀 云长老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云公子 我没事 放我下来吧 好 苏寒长老 谢谢你之前舍命相护 接下来 无面 该是你拿命来的时候了 狂妄 只不过突破到了 英丹晋三丑 便以为自己无敌了吗 把我这玄境七重巅峰的实力 不当摆设吗 什么 无面的实力 竟然到了玄境七重巅峰 突破到玄境七重后 实力会有一次质的飞跃 与之前完全是云泥之别 更别说云公子 只是刚刚突破的英丹境界 差距也太大了 现在我倒是明白 为什么他们丧尽天梁的杀人 修炼血魔功了 只用了两年 就从玄境五重 突破到七重巅峰 诱惑力太大了 云长老 虽说你在先天 就能诊杀玄境高手 但玄境七重之后的力量 绝非普通人能想象 我们还是一起并肩作战 坚持到宗主过来吧 宗主若是来了 会更麻烦 我要是没有猜错 宗主公羽晨 才是血魔功这件事 背后的操控者 无灭 我没说错吧 云青岩 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有几分才智 迟到如今 隐瞒已经没有必要了 反正你们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死 宗主 是最大的血魔功修炼者 怪不得 怪不得天剑宗内 有那么多血魔功修炼者 我们却毫无察觉 原来从源头上就已经烂了 这就要是死无生了 一个玄境七重巅峰的无灭 我们已经不是对手了 现在加上宗主 一丝无一啊 云公子 以你的实力 逃走一定没问题 所以不要管我们了 先行离开吧 没错 云长老 你年纪最轻 资质最高 若能保住性命 以后是最有希望 为我等报仇的 云长老 一会儿 我等为你尽量争取一些时间 你务必趁机离开 弯算得挺好 但你们已经没有 为云青岩抵挡的机会了 真以为我暴露实力 只是血药吗 我实在为我的法术叙事 血魔功 血蛇试天 好强的气息 完了 但他散发的能量余波 就让我们平于应付了 云长老根本拥不了 本来我还心存一次侥幸 云长老或许有机会战胜无灭 现在看来 是我太无知了 好强 云长老不可应聘 云公子 来日方长 先逃吧 二位 我云青岩没有傻到白白送死 这种货色 一箭便可整治 一箭便可整治 云光寂灭 什么 你也死吧 云 云 云长老 赢了 以云丹靖之力 击溃玄境七重巅峰 这种强者 你一个阴丹靖的废物 怎么可能击败我 想知道吗 去地狱问阎罗王吧 好不甘心 血墨仪式的幕后黑手 是龚宇辰 说明彩儿 就在他的手中 彩儿 我这就去救你 什么 除灭 居然死了 看来 系恋长老失败了 既然如此 画龙池那边 就先不滚了 既然血迹长老不成 那我就先 系恋整个宗门弟子 到时候 再去灭掉 画龙池的那群老家伙 现在 也没必要隐藏了 出来吧 啊 那是什么 我去 里面出来个人 是 圣女云彩儿 毫无的血气 而且圣女看起来 好像没有意识了 血魔功 无尽血迹 虽然效果不如血精 但计量掉这么多人 足够云彩儿提升到 玄境巅峰了 然后 我在吞噬掉它体内的血魔 突破玄境 轻而易举 怎么回事 我们天剑宗被偷袭了 血精在流失 是血魔功 之前您和用过这一招 你们看天上 实战术法的 是宗主 什么 那刀天剑宗最大的恶魔 居然是实力最强的宗主 我还犊子了 这一招死定了 宗主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等了 云彩儿突破到玄境巅峰了 而我就要晋级为英变境的志强者了 血魔功 回事 疯了 宗玉辰 他疯了 只是没想到 原来最大的血魔 居然是我们 一直都万分正养的宗主 该死 多怪我实力太弱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而无法阻止 宗玉辰 你的心好狠哪 玉公子 快看 是圣女 宗玉辰 好像在吸收她的修为 宗玉辰 找死 玉 玉大老 竟然直接就去斩杀宗主了 我们怎么做 要一起下上去吗 还是算了吧 我们连污蔑都打不过 去了反而拖后腿 没错 说得难听一些 我们压根没资格 参与云长老 与宗玉辰的战斗 现在 我们唯一能做的 便是相信云长老 云公子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 打败宗玉辰 把圣女救回来 我成功了 被利用完了的垃圾 就别在这里碍野了 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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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清吗 能听见吗 嗯 清 清眼哥哥 清眼哥哥 真的 是你吗 是我 彩儿 是哥哥 太好了 临死前 还能再见 清眼哥哥一面 彩儿 无恨了 傻丫头 有哥哥在 你不会有事的 只不过你现在 生机枯竭 我需要将你封印 但你放心 哥哥一定会 让你醒过来的 嗯 我相信你 清眼哥哥 彩儿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去 苏寒张老 照看好我妹妹 云公子放心 哪怕赔上性命 我也定当全力 照看圣女 多谢 宫雨晨 今日我必将让你 生不如死 天哪 圣 圣女 竟然是 云长老的妹妹 虽说都姓云 但这层关系 实在是让我有点 措手不及啊 无论是圣女 还是云长老 都是绝对妖孽级的天才 云家真是不得了 一门双交 现在圣女 被公语城害得半死不活 以云长老的脾气 定然要与他 不死不休了 宫雨晨 今日 必是你的死期 哈哈哈哈 林青妍 你是过来搞笑的吗 你可知道 你现在念对的 是周围几大地狱 唯一的鹰变境制强者 圆境 给我破 鹰变境二重 该死 宫雨晨突破到了鹰变境 这下糟了 鹰变境 在整个大陆 都算得成一方霸主了 云长老 悬了 死就死 要是云长老输了 我跟他一擒下皇权 老天爷 你是瞎了眼吗 竟然让龚玉琛这种恶魔 成了治强者 云公子 无论对方是谁 我素含相信 最后的胜利 一定属于你 云青爷 现在你知道主动过来杀我 是多么愚蠢的决定了吧 愚蠢 当你死于我剑下之时 就知道谁是那个蠢货了 云青爷 看来你是巴不得早点下皇权哪 既然如此 那就成全你 血魔宫 千魔斩 该死 只是招法的欲威 我都已经无法稳住身形了 云长老 真的能挡住吗 这就是血魔宫的威力吗 难怪如此多人 不惜一切的修炼 太强大了 云长老 一定要挡住啊 云公子 天剑宗的一切 就靠你了 先帝精血所剩无几 还是先试一试 靠已有的实力 能不能防得住吧 东皇忠 绝对防御 云长老 云公子 一招都抵挡不住吗 云殿精 太强了 根本没有战胜的可能 最后的希望没了 等死吧 在这片领域 我就是最强王者 没有任何人 是我的对手 这话说的 为时尚早了吧 不用先帝精血 竟然连抵挡 龚与臣的进攻都费劲 看来 想要反杀龚与臣 必须动用先帝精血了 云长老 没事 太好了 云公子果然不会轻易被击败 西瓜外面 还有戏 云长老 能不能别走完反转了呀 我的心脏受不了啊 虽然云长老 抵挡住了龚与臣的第一波攻击 但是 真的能够打败对方吗 你竟然没死 的确有几分本事 林青妍 我现在倒是挺欣赏你的 这样吧 如果你此刻三跪九寇 臣服于我 我可以饶你不死 并让你坐上之前无面的位置 如何 既然你这么好心 那作为回报 我也给你一个福利 若是你能挡下我一剑而不死 我便饶你一条狗命 大言不惭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这次就彻底送你上西殿 血魔功 有名夺爪 这 这才是应变境真正的实力吗 仅仅是气势余威 你刚才的气势都强了十倍不止 虽然不甘心 但云长老彻底没戏了 我曾想到 我天剑宗有史以来的最强者 便是天剑宗的毁灭者 云长老 虽然老夫知道 这是痴心妄想 那你一定要赢哪 云公子 尽管此刻已然绝境 可我坚信 你一定能创造奇迹 不错的实力 接下来消耗一滴先帝惊血 倒是让我没那么心疼了 先帝惊血 斩死 哼 无有虚表 去死吧 杀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你什么不可能的 怎么样 死了没 看不清啊 但受到云长老那么强的攻击 不死也应该重伤了 浪天保佑 赶紧结束吧 怎么 这是准备睡一觉再继续吗 云青爷 我承认你很强 但要杀掉我 也绝非易事 挺手吧 没必要 非得斗个两败俱伤 呵呵 两败俱伤 你倒是会为自己脸上贴金 龚玉辰 今天你我之间 只有一个结果 我单方面虐杀你 云青爷 你撑 闭嘴吧你 你 还能说话 看来力度还是不够 这一拳 是为了西荒城死去的众人 这一拳 是我们天剑宗无辜的弟子 这一拳 是为了被你们残害的生灵 云青爷 你欺人太甚 我要跟你 同归于尽 急急不可 要你命的一线 为了采儿 你怎么会这么强 因为无奈 先帝 如青颜 死了 这次顾雨晨真的死了 太好了 我们全都可以活下去了 希望这辈子 再也不要遇到这种事了 云章老万岁 感谢上场保佑 天剑宗 保下来了 云公子 果然只要有你在 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彩儿 哥哥为你报仇了 云长老 你应当战应变 真乃战神专师啊 其他的 在下不想多说 多谢云长老救命之恩 我有个提议 咱们这宗主之位 就让云长老担任 如何啊 同意 天剑宗以后 要是有了云长老的带领 实力绝对会更上一层楼 而且 竟然不会辜负 名门正派这四个字 大家说的确实没错 无论是人品还是实力 这宗主之位 除了云长老 别无二选 云长老 宗门不可一日无主 请您兼任宗主一职 请云长老 兼任宗主一职 忍心所向 云公子即将成为天剑宗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主了 诸位 担任宗主一事 轻言无法答应 什么 天剑宗宗主诸位 可是父亲己欲 最高最尊崇的身份了 云长老居然拒绝了 想不通 真的想不通 云长老 这是为何 成为我天剑宗的宗主 那就意味着 您将是这几遇 最有权力的存在啊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便是将彩儿救治回来 大长老 抱歉了 我对所谓的地位权力 都毫无兴趣 再说句不中听的话 这天剑宗 远不是我的目标 这 原来是人家 根本没看上我们这宗门呢 大家放心 我等虽然相识不久 但却也算共患难 同生死了 虽然我不会担任宗主一职 但天剑宗若是有难 我会出手相助的 好了 我还需要为彩儿检查身体 就不与大家多聊了 苏汉长老 你跟我来 好 原来 在我们眼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云长老看来 屁都不是 唉 丢人哪 越发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了 不过 仔细想想也对 如此绝世天骄 哪怕放眼整个大陆 都是最顶尖的 怎么可能 一个天剑宗就能满足呢 本想着将云长老 推到宗主之位 便能够将天剑宗 语气彻底绑在一条船上 届时 天剑宗定会有志地飞跃 嗯 如今看来 只能尽力交好了 云公子 是你现在状况如何 生机流失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但彩儿三魂中的天敌二魂 已经离体 情况非常糟糕 接下来 我要将彩儿的欺魄寻回 在此期间 彩儿就拜托给你照顾了 云公子放心 定不负重拖 幽冥之地 彩儿的气息 在里面 小兄弟 小兄弟 你这是打算进入幽冥之地寻宝 你是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 十万上柄原石 老夫可以允许你加入队伍 多谢老丈观星 我自己可以进去 就不给您添麻烦了 小兄弟 进入幽冥之地 不但需要破开结界 还要抵挡阴兽的攻击 如此消耗下来 哪怕是应变境强者 都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我劝你 还是跟随我等一起 才是正道啊 不必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一看就知道 是个没有半点经验的厨 要不然 怎么可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 挺好的 很久没看得来送死的了 今天有掩护 那老头倒是没有撒谎 此地结界很强 就算是我 也需要耗费一些时间来破解 装得还挺像 想要破解此处结界 起码你得拿一块 镇解石装装样子嘛 一看这姿势就没戏 看见过不专业的 但这小子也太不专业了嘛 完了 看不到英寿干掉他的场面了 因为他压根连结界都打不开啊 原来又是一个 只会吹牛的家伙 失败是一定的了 到时候再想加入我的队伍 这入队费 我可得多翻几倍啊 成了 虚空之门 出 是什么 这怎么可能 哪怕是我 利用镇解石 也需要一个多时辰才能破解啊 彩儿 我来了 我去 我第一次看见 有人静杰杰遇到这么多英寿 虽然我看不惯那小子 但一下子遇到这么多英寿 不仅 有点心疼他了 太倒霉了 心疼个球 遇到一头 他就能活了 你未能自行打开结界 就了不起了 他这般刚愎自幼 翻船是迟早的事 此子确实有些手段 得惜了 你们 想死吗 什么情况 鹰 鹰兽 被吓跑了 没动手 只靠尾压 便让鹰兽落荒而逃 闻所未闻啊 刚才 我还大肆嘲笑人家 不知天高地厚 原来小丑 竟是我自己 我曾见过 以仁王境强者 全力爆发威势 但绝对没有此子的震慑甘强 他 绝非凡人 彩儿的气息到这里之后 消失了 这气息好熟悉 先过去看一看 岳队 恼然主 想收复本座 你还没这个资格 有没有资格 站至最后一刻 结果自然分枪 哼 既然你非要找死 那本座便成全你 便分路 能否成功就看这一剑了 隐神剑 作星 还是没能将隐神剑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 我可真是个废物啊 黎然主 现在知道跟我作对 是琢磨得愚不可及了吧 去死吧 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我的族人 阮主对不起你们 我的朋友 可不是你说杀便能杀的 云 云青眼 是我 李阮主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区区英丹经的娄夷 也敢坏我好事 小子 我要将你随时万段 糟糕 这威丫 已经有一丝阴变境的气息了 云青眼 多谢你出手相助 但此刻这幽冥之火的实力 已经接近阴变境强者了 纵然你能越境而战 也打不过他的 别管我了 还是赶紧逃吧 真正的阴变境 我都杀过 接近阴变境而已 没什么可怕的 李阮主你放心 这家伙 伤不了我分毫 荒汪小二 大烟不惨 你若是杀过赢汴变境 那我便斩过人亡 有名之火 天阳暴击 果然 说实话还是没人信 斩天神剑 不须 什么 银丹经 怎么可能这么强 与我而言 你什么不可能的 好 好强 他之前说杀过赢汴变境强者 难道是真的 你是谁 你这是什么功法 怎么这么厉害 放开我 你来此的目的 应该是想 收服这幽冥之火吧 给你 放开我 你怎么能拿我当礼物 我可是天火大人 给我 怎么 和我还见外吗 这幽冥之火 对我确实有大用处 我便不交情了 冰青岩 你的救命之恩 与赠火之情 我记下了 以后你若是需要帮忙 亦不容辞 你我同生共死这么多次 这算不得什么 不过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一会你将这幽冥之火 炼化后 利用它的探查之力 帮我在这幽冥之地 找寻我妹妹的魂魄 找寻你妹妹的魂魄 实不相瞒 我妹妹的天地二魂 因为一些原因 堕入了这幽冥之地 我来此地 便是为了将其寻回 幽冥之火 可探查幽冥之地一切 利用它来寻找你妹妹 确实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 这个法子却很难行得通 因为炼化幽冥之火 需要非常久的时间 等我将其炼化 你妹妹的魂魄 或许早就遇险了 这点你无需担心 我会助你快速将它炼化的 祝它迅速将我炼化 无知 我幽冥之火 乃是天地间 最难炼化的门魂精魄 纵使你迎清炎 奔事通天 也绝不可能迅速炼化我 因为这是天道之规 它 所言非虚 幽冥之火本源的特殊 炼化它 的确没有捷径可言 哪怕是仁王静致强者 都做不到 仁王做不到 可不代表我云青炎不行 仙帝十二术士 真缘相容 就有这点手段 还大别不谈 说想炼化我 我可是 你 你这是什么手段 我 我可羞辱 不 不呀 我 我正在炼化 英明之火的本源 你竟然真能把我连货 大侠 公公 饶命啊 你说 你要找谁 我马上帮你找 求你饶我一命 饶你 对 饶我 只要饶了我 我可以认为你去世 我只要让我给你指路 我就把你指到绝路上去 让你死死不生 秉青炎 这游明之火虽然凶利 但念及他灵之不全 修炼不易 若是他能同意帮我们寻找东西 饶他一命 也未尝不可 毕竟 我也是想要利用他找东西 没必要赶尽杀绝 哎 对对对 这位女侠说的对 只要你们听我指的路 我不但可以逃出生天 还可以将你们两个全都搞死 好报今日的一箭之嘲 黎染珠 江湖险恶 你有所不知 游明之火 本性便阴狠狡诈 若是他给我们指定的路线是陷阱 我们恐怕难逃一死 不 不会的 这家伙怎么知道我的计谋 难道他看穿了我 没错 我早就看穿了你 什么 乖乖成为我指下狼魂吧 成了 游明之火 我已经彻底炼化了 连人望境至强者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居然如此轻松 云青眼 你究竟是何人 不要浪费时间了 把游明之火叫出来 探查我妹妹魂魄的位置吧 好 出来吧 救人 建设我朋友的指挥 是 这是我妹妹的预配 你根据上面的气息 赶紧探查 好 有名之鲜 有名之鲜 闻幽太虚 找到了 不好 林青燕妹妹的魂魄正被射魂诸围攻 看情况 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得赶紧回去通知 林妹妹身处 东南方向二千里外的冰山上 正在被射魂诸围 好 好快 走吧 别发愣了 咱们也过去 不要怕 青燕哥哥一定会找到我们 把我们救出去的 嗯 我不怕 青燕哥哥一定会来的 青燕哥哥 小五妹妹 给我死 彩儿 不用怕了 把眼睛睁开吧 哥哥来了 青 青燕哥哥 青燕哥哥 你终于来了 就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角色 全部都解决了 谢谢 言中了 对付这些射魂诸算不上什么 这是 这是天地异象 明界西魂 明界西魂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此等异象 明界西魂异象 一般便是在阴气极重的地方会出现 可能刚刚我们灭杀的射魂诸太多 导致其释放的阴气太过浓重 明界西魂 会吞噬神魂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否则你的妹妹会有危 青燕哥哥 青燕哥哥 彩儿 击溃 击溃漩涡入口便能阻止 可以 当时有人从明界之主手里救人 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对方斩碎了这界域上的漩涡 将人救出 不过 他是一位凌驾于众生的仁皇境之尊 没有这个实力 是破坏不掉那漩涡的 多谢相告 云青燕 你 燃烧掉全部的仙帝惊血 足够爆发出仁皇境的战力了 彩儿 哥哥一定会叫你救下来 黎染竹 一会儿我将漩涡击碎后 大概率会被卷入无尽虚空 如果真的这样 我妹妹就拜托给你了 她的肉体在天剑宗 被苏寒长老召看 不 不要这么做 疯了 云青燕疯了 她居然想要击碎那个漩涡 一个阴丹镜 无论她手段多拟天 想要爆发出仁皇境的战力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云青燕把她妹妹托付给我 说明击碎漩涡后 才是她真正的危险之石 云青燕 不要冲动啊 这个术法能将万物定格三息 不过对我来说 已经够了 先帝惊醒 群燃 好强的卫鸭 我从未见过 这 这是仁皇境界的卫鸭啊 打斩 成功了 这 怎么可能 好了 彩儿没事了 不过 我的七灵也已经耗干了 秦燕 应丹镜爆发仁皇境战力 闻所未闻 可惜了 忐青燕 你一定早就预料到了吧 你放心 我会将你的妹妹天地二魂 安全送回的 爷爷 抓了这么多的鱼 往后几天咱们都不用为吃的发愁了 小鱼都怪爷爷没用 让那王二虎把田地占了 现在家中没了口粮 没事的爷爷 鱼很好吃的 用了这些鱼 我们可以做鱼汤 烤鱼 腌鱼 还可以用鱼和别人换米面呢 什么东西 我的鱼儿 鱼儿 小心 不要过去 水里的是个人 它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把我辛苦抓来的鱼全部惊散了 它肯定不是好人 爷爷 我们不要管它 说什么傻话呢 鱼没了可以再抓 但是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走吧 帮我把它拉出来 哼 坏人 能丢了我的鱼 还要我们救你 这 这是哪里 我 我怎么会 后生 你醒了呀 喏 你刚才掉到水里去了 浑身冰凉凉的 喝了这碗鱼汤 暖和下身子 老人家 是你救了我吗 哎 算不得什么救命 我只是把你从溪水里抬出来罢了 啊 爷爷你 你怎么能把我们最后的鱼汤给他喝啊 最后的鱼汤 看来救了我的这位老人家 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 哼哼哼 鱼儿 不得无礼 哼哼哼哼哼 这位受伤的小哥 更 更需要鱼汤 他需要鱼汤 我们就不需要吗 爷爷你再不吃东西就要饿倒了 你是鱼儿最后的亲人 鱼儿不想你出事 我孙女儿不懂事 让您见笑了 无妨 小姑娘 不就是鱼吗 你想要多少 我都可以给你抓来啊 哼 就你一副冰泱泱的样子还抓鱼 别被鱼抓走就收高厢了 真不知道爷爷救你干嘛 又是个拖累 我家鱼儿 性子比较直 小哥 别往心里去 你还是先休息吧 一会儿 我们去抓鱼 不用麻烦你们了 还是我来吧 虽然我受了伤 但是抓鱼儿还是手大青睐 哎 小哥 你 爷爷 你就让他去 我倒要看看他一会儿抓不到鱼还怎么吹牛 去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是 修行者的手段 二位 别傻愣着了 快去捡鱼吧 你 你是在耍戏法吗 取之一点便将溪水中的鱼轰炸而出 这般手段 小哥 老头子 老头子 我要是猜测不错 你应该是那修行者中的 越境强者吧 越境强者 怎么 爷爷 越境强者是什么意思啊 越境强者 传闻可飞天遁地 更甚者可破山天河 如此形容 鱼儿你或许理解得不够直白 这么说吧 咱们村 那村霸王二虎 之所以无力那么强 可以在村中横行霸道 就因为他是星境修行者 而越境强者 至少能打他二十个 什么 能打败二十个王二虎 这得多厉害 我要是把这个家伙 带回村给我撞腰 岂不是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还有村里那件事儿 是不是也能够解决了 莫拉 岩鱼姑娘 我确实是民修行者 但我不是越境 小哥儿还藏桌起来了 不过老头子我 也是有些见识的 捕鱼的神仙手段 突然从天上掉落而下 种种迹象都证明了 你是越境强者 小哥不必自欠 你否认不掉的 我爷爷可是村里出了名的董老尔 你就别不承认了 再说你刚才都展现出 那么厉害的本事了 现在说自己不是越境强者 你认为我们会信吗 我们又不傻 好吧 我承认 看来这里的人 对修行者了解不多 居然以为越境就天下无敌了 不过没必要较真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我说大兄弟 那个你捕鱼那招 能不能教教我啊 教你也不是不行 不过起码你得先 什么东西 妖气 好香的人肉味 看来我可以饱餐一顿了 黄 黄鼠狼妖 怎么会 这晴天白日的怎么会出现妖兽 区区二级妖兽 居然也敢青天白日之下出来 胆子倒是不小 欸 你是修行者 小哥 这黄鼠狼妖兽 已经是二级巅峰 你仅能做到不分化形 且口吐人言 你虽然是越境高手 也不一定是他对手啊 越境 你区区一个越境修行者 竟敢瞧不起我堂堂二级巅峰妖兽 小子 你脑子汽水了吧 二级巅峰妖兽 爷爷 什么是二级巅峰妖兽 难道越境修我的云大哥 也打不过吗 妖兽二级相当于人类修行者的越境 黄鼠狼妖二级巅峰 等同于越境修行者中最强的存在 况且 妖兽的体质天生就比人类强大 而云小哥 哪怕是越境最强 但此刻身受重伤 想要打败对方 难如登天 啊 这黄鼠狼妖这么强吗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难逃此劫了 莫朗 炎鱼 你们无需如此悲观 这只黄鼠狼妖我真的可以对付 云小哥 你就不要逞强了 还是用老头子我这个法子吧 更稳妥 您还有法子对付黄鼠狼妖 我的乖孙女 以后你就要靠自己了 云小哥 带我孙女走 我跟她拼啊 只要我能拖延片刻 以云小哥跃进强者的实力 带鱼儿逃走 绝对没问题 你个老东西 想拖延住我 做梦 什么 死吧 爹爹 爹爹 我竟然连一秒都拖延不了吗 鱼儿 爹爹没用 对不起你 你想杀人 先问我的剑 啊 我 我没死 黄 黄鼠狼妖被云小哥一剑斩杀了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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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刚才鱼儿以为要永远失去你了 爹爹没事 一剑斩杀二阶巅峰妖兽 云小哥 你其实不是月镜吧 没错 其实我是 你其实是那传说中绝颠至强者 大日天神 大日天神 他不会说的是阳静修行者吧 啊 大日天神 爷爷 啥是大日天神啊 传闻月镜强者之上 有一种实力更加强横的阳静至尊强者 可搬山倒海摘星蓝月 被人尊称为大日天神 这么说你可能不好理解 但村里的王二虎是多强的实力 你应该知道吧 大日天神 一口气能吹死一百个王二虎 天哪 一口气吹死一百个王二虎 银大哥 你原来这么厉害啊 误会了 误会了 我真的不是末老苦中的阳静至尊强者 云小哥 做人可不行这么不实诚啊 你若不是传闻中的大日天神 怎么可能一箭轻松斩杀二阶巅峰妖兽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 老头子 我可是要生气了 我觉得爷爷分析的很对 只可能是月镜之上的阳静 藏得如此厉害 要不然完全没有解释 银大哥 别藏着椰子了 承认吧 好吧 你们说是 那就是吧 这里的人对修行境界的了解概念太混乱了 我还是放弃挣扎 躺平吧 到了 银小哥 那就是我们村子 条件一般 你别见笑哈 莫老言重了 在这大山之中能有个七身之所 已经非常好了 嗯 银大哥 你有没有什么法子 能让我变得很厉害 哪怕暂时的都可以 变强想干嘛 打你们村的村霸王二虎吗 哇塞 银大哥 你也太厉害了吧 一眼就把我看穿了 那不知道银大哥能不能教我个一招办事啊 这个嘛 教你倒是可以 不过 要吃很多苦的 不知道你能不能 去你的 没钱是吧 那就拿你女儿底 走 父亲 这该死的王二虎又开始欺负人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村子没被那东西毁掉 先被王二虎给祸害没了 唉 都小声点了 被她听了去 一顿毒打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爷爷 被 被王二虎欺负的 是长山树和青青姐 这可恶的王二虎 还是对他们下手了 云小哥 恕老头子冒昧 还请你出手相助 救救他们 银大哥 求求你快去阻止王二虎 将青青姐救回来吧 求求你了 我不会出手 不过 之前你不是想亲自出手教训王二虎吗 现在 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去吧 什么 我 我可以打得过王二虎了 呃 云小哥 这事可不能乱开玩笑啊 会出人命的 墨老 我云青炎还没有不知轻重到 在这个时候开玩笑 你放心 我说的是真的 银鱼 去吧 你现在已经打得过王二虎了 相信我 嗯 云大哥 我相信你 这是 蜻蜓点水工呢 这 难道 难道这云小哥 真的传说了功法给炎鱼 云大哥果然没有说谎 我竟然已经学会轻功了 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也强大了很多 王二虎 你给我站住 放开那女孩 这 这太冲动了 是啊 想救人的心情我们都无法 可是这样做 只会得不偿试 非得人救不出来 还不自己搭进去 哎呦 老天保佑 希望王二虎不会杀人吧 嗯 臭丫头 你浑腻歪了吧 敢管我的闲事 爷儿 你快回去 不要管我 太危险了 青青青姐 你放心 我认识了一位大日天神 他已经把我变得很厉害了 我现在打得过王二虎 王二虎 赶紧给我放了 青青姐 要不然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想欠我放人 起码编个像样的理由吧 不然说什么大日天神帮你变强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死 糟了 王 王二虎直接出刀了 啊 烟鱼太年轻了 这种谎话 怎么可能骗得了王二虎啊 老天爷 你就不能张开眼闲闲灵吗 到底还要死多少人呢 这王二虎 速度好慢啊 真的太慢了 什么 天哪 烟 烟鱼躲开了王二虎刚才你当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遇到了大日天神 还传给了他打败王二虎的实力 看这情形 烟鱼或许真的有机会 太好了 鱼儿躲过去了 虽然知道云小哥定然不会让鱼儿出事 可还是免不了紧张 有意思 烟鱼现在的状态 明显已经适应了我传给他的公寓 看来 我遇到了一颗好苗子 我信你还能躲过第二刀 我闪 第二刀 绝对躲不过第三刀 三闪 看我的第四刀 能不能快点啊 太无聊了 这就不行了 你不出手 那轮到我了 好快 我居然被一个臭丫头干掉了 赢了 炎鱼竟然 竟然真的把王二虎打败了 太好了 我们青山村 终于可以恢复安宁了 老天有眼 老天有眼的 鱼小哥 谢谢你 我从没有见过鱼儿如此开心 如此有生气 我老客气了 举手之劳罢了 炎鱼 谢谢你救了我们父女二人 鱼儿 你真的太厉害了 是啊 鱼儿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有了你 我们村子就有救了啊 村长 您客气了 王二虎或海乡里 能为大家除去遗憾 我也很荣幸 好好好 你能有这种觉悟 真的太令人欣慰了 那就多委屈你一下 明天穿上嫁衣 让黄大仙迎娶了吧 什么 村长 你 你让我嫁给黄大仙 唉 你没听错 我说的确是让你嫁给黄大仙 村长 这是老糊涂了吧 严鱼可是刚帮村子解决了王二虎这个恶霸败类 你现在居然要让他嫁给黄大仙 这 你这不是把炎鱼往火坑里推吗 定期要选人嫁给黄大仙 这个我们都理解 可为什么要选炎鱼呢 换一个不行吗 诸位 不是我非要选炎鱼 而是为了大家的性命 不得不如此啊 昨天我收到了那边的消息 如果这次咱们村选出的人没被看上 就要全村被图 什么 全村被图 可 可就算这样 为什么非得是炎鱼呢 对啊 炎鱼长得虽然不错 但是村里不逊色于他的也不少啊 黄大仙有一个癖好 但凡有修为的女子 只要不是奇仇无比 一定会被看中 而炎鱼如今是咱们村子唯一有修为的女性 所以 原来是这样 唉 我们刚才太冲动了 误会了村长的一片骨心呢 事宜至此 咱们别无选择了 为了全村人的性命 只能委屈炎鱼 让他明天嫁给黄大仙了 我孙女是不会嫁给黄大仙的 上苍垂帘 将大日天神派到了我们村 明天不会是鱼儿的假日 只会是那黄大仙的祭日 大日天神 什么大日天神 我知道 传说中可遗山填海 摘星揽月 几乎无所不能的至尊强者 之前炎鱼说是一位大日天神把他变强的 难道他还把人带到咱们村里来了 之前没注意 那不就有个从来没见过的大活人吗 真是的 我刚才居然把云大哥给忘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成我宫里的大日天神 有他在 明天就可以把那黄大仙一剑咔嚓了 真的吗 要是他这样 那就再好不过了 今天死了王二胡 明天如果又能把黄大仙杀掉 我们青山村就可以真真正正的过上安稳日子了 老天爷 你总算看眼了呀 唉 你们不要在那里妄想了 大日天神 咱们青山村曾经有过十二位 可结果 全被黄大仙给一击毙命了 什么 我们村有过大日天神 十二位大日天神被一击毙命 黄大仙这么恐怖吗 如此说来 我们难道还是要把村子里的女人嫁出去 莫海 炎鱼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大日天神是对付不了黄大仙的 老头子我在这里给你们爷孙俩跪下了 为了全村人的性命 炎鱼你就答应出嫁吧 什么 大 大日天神 也对付不了那些妖怪吗 这事炎鱼要是不答应 我绝对不会起来 你们还在沙站着干嘛 炎鱼要救全村人性命 你们连感激都不会吗 炎鱼 拜托你了 炎鱼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带你孝敬莫老大 给你磕头了 你们 炎鱼 不要搭理他们 我们走 没错 鱼儿 咱们走 莫海 炎鱼 难道你们就真的忍心眼睁睁看着全村人被杀吗 炎鱼 莫海 我就知道 你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你 答应了 是吗 炎鱼 求求你了 答应我们吧 我们也是真的没办法了呀 你们为我们村子所做的付出 我们青山村一定世世代代铭记 哼 你们逼迫他人送死求自吧 竟然如此理所应当 真恶心 谁若再多说一句 力斩之 你 莫老 炎鱼 不要被他们这种道德绑架所胁迫 不过是群跪了太久 已经站不起来的软骨头 不值得同情 那什么黄大仙 他不来便罢 若是真的敢来 我亲手灭了便是 村长 这下我们可怎么办呢 杰青时这是由我联系的 我会告诉他们 被选中明天要出嫁的 是莫言鱼 为了全村人的性命 只能对不起他们爷孙二人了 雲大哥 如果牺牲我 能让大家活命 其实 傻丫头 你不用想太多 相信我 明天一切都会被解决的 是啊 别想那么多了 不管明天结果到底如何 今天咱们好好饱餐一顿 走 回家 爷爷给你做全鱼宴 天快黑了 大家赶紧收衣服回家 云小哥 快跟我们走 回家 莫朗 这是怎么了 我们这里 只要天一黑 便会妖兽横行 不过 人若老是待在家里 便不会受到侵犯 所以 咱们必须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回到家中 妖兽横行 这些妖兽只进攻天黑在外面的人 不进攻回屋的人 是啊 从我记事起就这样 几百年的传统了 哎 云小哥 你还在那里愣着干嘛 赶紧跟我回去啊 这些妖兽如此守规矩 看来 这背后定然有人掌控着他们 二位 今晚咱们别吃鱼了 换个口味怎么样 啊 什么 可我们除了鱼 啥也没有啊 爷爷 云大哥说请咱们吃好吃的 然后就这么一动不动的站在外边 这到底啥意思啊 一会儿妖兽可就来了 他遇的危险怎么办 看不明白 真的看不明白 好久没开婚了 是啊 哦 食材到了 嘿嘿嘿 没想到在这破村子 居然还有人不识抬举 大晚上的赶出来 主人早就搅带过 晚上赶出来的人 我们可以随意吃 哼 我身上的肉可硬 你们想要吃我 可别崩坏了牙 好个正好的人类小子 我倒想看看 是你的肉硬 还是我的牙硬 爷爷爷 那些妖兽围攻云大哥了 放心 这两只妖兽 应该只是先天生灵 不是云小哥的对手 可 可是 鲜鱼 鲜鱼 出来 起锅烧水 给这两只畜生退毛 今天咱们吃烤肉 啊 啊 烧 烧水 我 我们要吃这些 妖兽 这两只妖兽身上血腥气很重 想必平时没少坑害人 今天拿他们尝鲜 也算是为死在他们手中的人报仇了 好 云大哥 我听你的 云 云大哥 这 这东西真的能吃 只不过是普通妖兽的肉罢了 很香的 你尝尝 啊 我 我不敢吃 云小哥 你 你不仅杀妖兽 还吃他们的肉 若是惹得他们震怒 恐怕不好收场啊 唉 你们想要活命 想要战胜妖兽 首先要先战胜自己 如果你们不战胜自身对妖兽的恐惧 哪怕我将他们打跑了 他们也迟早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只有你们自己心中有了面对他们的勇气 才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这 云大哥你说得对 我们想要战胜妖兽 就必须先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 如果连面对妖兽的勇气都没有 我们根本不配生存下去 我吃死你们这些害人的妖兽 烟雨 你 你怎么了 这 这肉蒸 真好吃啊 鲤鱼肉不知道好吃了多少倍 真的 那 给我也尝尝 哎呀 爷爷 你让你当中再给你烤一块 怪孙女 我就尝一口 这地方灵气浓厚 但是一众村民却都没有修为 纵然恶霸王二五 也不过是身体强壮一些而已 这绝对不正常 看来 和那群所谓的黄大兴有关系啊 该死的 这家伙 不但把大黄和二黄杀了 竟然还把他们吃了 我得赶紧回去 并报主人 哼 留你一条命 目的就是为了揪出你的老巢 这是捅了狐狸窝了 嗨 再过三天 就到了咱们收获的季节了 咱们妖狐一族 圈养了麒莲山一千多个部落的人类 每个部落 一年却只允许筛选一个美女 真不知道组长是怎么想 嘿 我说胡三千 你就知足吧 咱们组长说的对 不能节责而渝 这样才能长久 放我们出去 什么仙人 你们都是妖怪 不亏我还想要和你们求仙问道 你们这些恶心的臭狐狸 啊 杀了我 杀了我吧 我不想再被你们糟蹋了 哼 这群人体内的精魄 已经被吸食的差不多了 没什么价值了 嘿嘿嘿 也不能这么说 这群人类渣子 虽然对我们这些鹰丹精强者无用了 但还可以给那些刚刚进入化形期的小辈使用啊 这群畜生 居然是在这麒莲山中将人类圈养起来 供他们吞噬精魄 全都该死 没想到这群狐妖的手里 竟然是一只鹰变镜的大鹏鸟 这群畜生 绝对不能放过 我现在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 对付鹰变镜的妖兽有些困难 而且这里还有数万头狐狸精 还没来得找些材料布置一个大阵 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永绝后患 朴燕鱼 莫海 都滚出来 快到了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莫海 今天我再和你说一遍 到底要不要让炎鱼嫁给黄大仙 不嫁 你们谁愿意嫁谁嫁 我嫁炎鱼 绝不会嫁 我才不会嫁给妖怪 好 既然你们敬酒不吃 非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这个当村长的翻脸无情了 你 想要干什么 清书我儿 将莫言语给我绑了 押往祭坛 等候黄大仙降临 孩儿遵命 宋 宋清书 你 宋清书 你 你不要轻举妄动 虽然你是咱们村最厉害的人 但 但我有个哥哥 可是 可是大日天神 什么大日天神 他不来找我 我还想要找他呢 我倒是想看看 这个外来人究竟能有多大的能耐 你要找我 你 你是谁 我靠着大仙们赏赐的灵气 已经修炼到了星境九界 是整个奇连部落的最强者 为什么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我一点感知都没有 所有村民都没有修为 唯有你到达了星境九界 你和你的父亲如此积极的 想要把炎鱼嫁给所谓的黄大仙 应该是想要介意讨好黄大仙 让他们将你收入仙盟吧 关 关你什么事 我警告你 你 你可别轻举妄动 再动一下我就杀了他 爷爷 你也给我过来吧 您清言 我警告你 再向前一步 这两个人都别想活 我是该说你们天真好 还是说你们啥好吗 如果我告诉你们 你们崇拜的大仙是一群肮脏龌龙狐狸精 他们所谓的仙法不过是妖法而已 你还会想败入他们吗 少瞎扯 你这个外来人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随意侮辱大仙 我告诉你 你活不了多久了 执迷不悟 把人放了 我可以只非你修为 饶你一命 我呸 我看你还没看清现在的局势吧 这里可是我的主场 你要是想让漠海活命 就自负手脚 去村内祭台向黄大仙请罪 七爷小哥 不要管我 老朽活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活够了 你只要帮忙救下燕羽便可 斗手吧 七爷哥哥 救我爷爷 燕羽不怕死 谁都不用死 该死的是他们两个 死了 什么 这个外来人 刚刚动用的好像是仙法 他能动也是仙人 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人杀了村长和村长的儿子 我们得赶紧去村内祭台通知黄大仙的使者 燕羽 你没事吧 爷爷 我没事 不愧了云哥哥及时赶到 你们先在这里休息 我先去祭台看看 等等 秦燕小哥 那祭台有一个会仙术的黄大仙使者 仙术高强 秦燕小哥 你还是找机会快走吧 是啊 那个人很厉害 他一动手就是山崩地裂 一旦他出手 秦燕哥哥你就危险了 放心吧 我们谁都不会有危险 而且 我在村子里 没有感受到那个所谓使者的气息 他应该不在这里 这 那秦燕哥哥 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 师哥大人 赶快现身吧 我们秦燕部落来了外人 上了族长和族长的儿子 请你赶快降临 拯救我们族群吧 黄大仙 请保佑我们的 什么垃圾祭台 给我碎 这 这个人居然毁了祭台 他 他怎么敢 他难道就不怕黄大仙的报复吗 这个人看起来是会有一些邪术 我们不是对手 只能等黄大仙过来了 这里倒是一个不错的布置大阵的位置 就在这里将那些畜生一网打尽了 何妨输回 竟敢回我祭台 黄大仙回来了 太好了 黄大仙终于来了 这小子惨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祭台怎么会被毁 大仙 你可算是回来了 大仙 我们族内来了一个外来人 他不再杀了族长和族长儿子 而且还侮辱黄大仙 他居然说黄大仙都是成了金的黄鼠狼 祭台也是他毁掉的 什么 这方圆万里的麒麟山脉 都没有人知道我们其实都是黄鼠狼金 这个人 难道是外来人 我等你很久了 你想干什么 给我陷入本体 这 怎么可能 连黄大仙都不是这小子的对手吗 你们快看 黄大仙别 别身了 这 这 这真的是黄鼠狼 怎么 怎么会 我该不会 真像这小子说的那样 黄大仙就是黄鼠狼吧 啊 臭小子 我要杀了你 封刃 小小的封刃也能称之为仙法 那我这手带又是什么呢 啊 这个人好强 啊 糟糕 啊 我的尾巴 你们这圈浑身骚气的黄鼠狼 不过是给狐狸精和大鹏鸟卖命的走狗 居然也敢在人类面前作威作福 什么 你 你竟然什么都知道 不行 我不是这小子的对手 必须得想别的办法 否则今天 他是要死在这里了 黄大仙的信徒们 快献出你们的鲜血 挽救你们的信仰吧 你都这副模样了 你觉得还会有人信你吗 诶 等等 我 我信黄大仙 我也信 我也信 你们 没想到信奉黄大仙的思想 在这群村民之中如此根深帝 我已经让他显形了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信仰呢 我最终支持信仇们 你们不要被厌强的假象所离火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 不信仇们 不信仇 还是地狱跑出来的热门 只是为了他手的妖术 也不让黄树堂 要火箭的妖术 就只是用你们的鲜血去击化 不信出你们的信仰们 把新鲜的鲜血 你们的灵魂 我们愿为黄大仙奉上生命 这是蛊惑人心的幻术 看来这些妖怪一方面有强大的武力震慑 一方面有幻术蛊惑 才将这些平民控制得死死的 神类 我劝你乖乖投降 我会从不去面见大蒙大爷 否则我就让整个欺怜部落的人都去死 区区幻术也想威胁我 如天空明印 这是什么光 不 我这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又刀死伤自己啊 好 好像是黄大仙让我们这么做的 诸位 睁大眼睛看看吧 如果这黄鼠狼真的是来保护你们的 那为何要让你们献祭生命 这分明就是杀人的邪法 你找死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你就和这群村民一起去死吧 该死的是你 你 竟敢 你们 现在可信了 少 少侠 那 黄大仙 真的是黄鼠狼变成的 仙人怎会将你们倦养起来 你们自己想想 从出生到现在 你们有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如果他不是黄鼠狼 又岂会每年要求你们献出少女作为贡品 如果不给 便会降下瘟疫惩罚你们 仙人 会这么干吗 少 少侠说的有道理 带队群黄鼠狼 法力高强 如今少侠杀了他们的使者大人 他们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 诸位如果信得过我 这几天 便都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安心修炼这部功法 这功法只要细心修炼 便可以达到先天生灵的层次 其他事情 我来解决 这 这既然是一门仙法呀 我们每年给黄大仙贡品 黄大仙可是从来没赏赐过我们仙法呀 不谢少侠 我们回去就立即为您立生辞供奉 都给我站起来 除了天地父母外 没有人值得你们跪 我能帮你们的只有这么多了 不要老想地依靠别人 只有靠自己 你们才能摆脱这些妖怪的控制 才能活得 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少侠说得对 我们要靠自己 我要努力修行仙法 变强起来 对 修行仙法变强后 我也要让这些妖怪跪在我的面前 好了 你们现在便都回家吧 记住了 最近这几日 千万不要出门 是 明天便会有黄大仙过来取亲 现在布阵 应该还来得及 八方金府阵 国旗 这深坑就当作这十万妖魔的埋补之地 天公墨烟渔的迎亲队伍到了 麒麟部落的戏徒们还不快出来迎接 哎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这麒麟部落的祭台怎么被人拆了 黄鼠狼来了 该死的 如果不是云少侠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黄大仙 原来就是黄鼠狼变的 更可恨的是 整个麒麟山 上百个部落的人 都被黄鼠狼当成畜生幻养着 昨天炎鱼偷偷和我说 云少侠告诉他 那些嫁过去的所谓仙姑和秋千瓦的男人 都被关在大笼子里 当成黄鼠狼上级狐狸精的玩具 不 不知道云少侠能不能拦住这些人啊 一脸部落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没人来迎接我们 岂有此理 我们这就去杀几个人 给他们点教训 正好我们也好久没吃人肉了 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人类小心者 你平白无故杀我族人 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 敲打 你们黄鼠狼和妖狐一族 将我人类当成畜生幻养 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 小子 看来你是外来人 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这摩贝林的人族 都是大鹏王手下灵兽幻养的家禽 就如同你们人类也会豢养灵兽一般 再正常不过 我看在你是外来人的份上 就原谅你这次的冒犯 但你必须马上离开 这人修为似乎比我要高 我先找机会逃离这里 通知狐王 到时候再找高手回杀他才好 我身为人族 还从未听说过别人敢将我人族当畜生幻养起来的说法 而且还说得如此坦然 在我云青岩看来 这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 这是找死 你敢 你竟然敢连虎王大仙都敢杀 除非 走 原来这只大鳳鸟是大鳳王的儿子鹏飞 为了拥有王者血脉的孔雀蛋 才来到这个狐狸窝 拥有王者血脉的孔雀蛋 一旦成熟 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王劲的高手诞生 看来我得去趟黄鼠狼的老巢了 终于到了 神石 扩散 孔雀蛋 在那里 开始吧 老奴遵命 居然想要依靠催眠的方式 让孔雀生灵与你建立血脉原型 倒是不错的技能 神石 精行 独东来 这是怎么回事 少 少主 刚刚这蛋内突然迸发出一股 犹如浩瀚沧海的精神力 奴 奴婢的精神力 一个照面就被击溃了 套奴沧海 难道是这孔雀王族的天赋魂力 少主 奴 奴婢心神受损 至少要休息一天才能恢复 少主可否再等上一天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多谢少主 奴 不过你只有明天一次机会了 如果明天还不成功 你便没有存在的必要 老奴 明白 对了 听说你豢养了不少人族少女 对 我今日正好派了一个百人的接亲队 前往各大部落去取亲 过一会儿会有上百个人族少女宫少主挑选 嗯 很好 我先回住处了 等人族少女到了后 全部都送到我的房间 我要一百个 老奴遵命 哼 无论是谁 始终都逃不过一个色字 居然还想着接亲的人族少女 你们怕是不知道 你们派出去的那群黄鼠狼下属 都已经在我过来的路上被我灭了 这鹏飞倒是小心 在这道场建筑上 设置了三层禁制阵 神帝魂力 给我容 在我神帝神师的父母之下 这世间一切大阵 我都可以轻松传播 没想到这么轻松 龙罗剑 我收 孔雀弹到手 但是给你们来点更好玩的 完美 银大哥 你回来了 嗯 银鱼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帮我守在外面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哦 好吧 胡东来 你给我滚过来 怎么了 少主 胡东来 你干的好事 少 少主息怒 我派去接亲的队伍 一个都没有回来 很可能遭遇了不测 我这就亲自去给你找人族少女 马上就能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只问你一次 孔雀弹在哪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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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弹怎么会丢 这不可能啊 少主 你相信我 我是绝不会偷孔雀弹的 那这上面的字怎么解释 少主 即便是我真的偷了这孔雀弹 我也不会傻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啊 这不是找死吗 一定是有人陷害 这 嗯 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 多谢少主明察 不过 你还是得死 少主且慢 孔雀弹丢了 现在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 我可以让胡子胡孙们出去寻找 少主 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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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 哼 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就去找 找不到 你们整个族群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呃 呃 呃 是是是 红飞和那群骚狐狸 随时可能冲往 我在这八方金锁镇中 将孔雀弹炼火 可以确保万无一事 急 这不是人王进孔雀弹下的孔雀弹 是人王进强者涅槃而后的卵 是人王进强者涅槃而后的卵 我若在此刻将其炼火 其涅槃之前的全部记忆 都将尽数泥灭 唉 还是算了吧 人王强者 尤其是妖兽 修炼不易 我不可如此做事 要出生了 不愧是人王进强者涅槃重生 刚出生就有这种气势 人类 这是哪里 摩贝岭 西连山脉 摩贝岭 西连山脉 是什么地方 你身为孔雀族的人王强者 竟然不知道摩贝岭 难道 你失忆了 我 我只记得 在涅槃之前 我被一个我特别信任的人偷袭 其他的 都不记得了 难怪 你 和其他人类不一样 我 看不透你 天哪 你竟然有神识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你虽然记不起之前的很多事情了 但有一件事我是很清楚的 只有传说中的仙人才有神识 你 你难道和我一样 也是涅槃重生 而在涅槃之前 你是仙人 仙人 算是吧 我可是仙帝 一念之间 便是成千上万的仙人 也要灰飞烟灭 纵然你曾经是仙人 现在也只有区区玄境级别 但我很看好你 等我一个忙 我可以给你三个人情 你想让我帮你恢复记忆 没错 你应该知道 人王进抢者的三个人情 价值究竟有多大 相比于三个人情 我想我直接把你收服 价值应该更大吧 你刚刚并没有那么做 当然 即便你做了 也升服不了我 为何 因为 我脑海中有这个 这是 求死生杀大阵 你竟然对自己这么狠 为了不被人奴役 竟然给自己布置了 如此恶毒的诅咒大阵 我也记不清 自己为何会布下这大阵了 但我现在很喜欢它 一旦有人要收服我 大阵便会自动启动 让我行神俱灭 与其被人奴役 此王对我来说 肯定是更好的选择 唉 看来我除了同意你的要求 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你的选择是明智的 我残存的记忆告诉我 在孔雀族的传承之地 有一个 只有我才能打开的机缘 只要我能得到这个机缘 便能瞬间恢复 人王尽修为和器 好 我送你回孔雀族 你欠我三个人情 你不打算和我立下契约吗 契约 不必了 没有人敢赖我的账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三天之内 咱们启程 立即派出所有的胡子胡孙 把那群依附于我们的黄鼠狼 全都给我出去查 把偷东西的人查出来 查不出来不许回来 是 我们这就去办 马上安排人 走 组长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你说话给我小声点 说 出什么事了 我 我们派出去的迎亲队伍 全都被灭了 一共两百多人的队伍呀 就都被那个人类杀光了 只有 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什么 在这魔被岭 竟然还有人类敢挑衅我们 那个人小伟应该是玄境初级左右 但是出手非常狠了 找找毕命 马上调集四大玄境长老 一同去将那人类诛杀 我现在得先追查孔雀蛋的事 四大长老过去 应该足够了 好 我马上去通知 他们来迟了三个时辰 人类 就是你灭了我胡族的迎亲队伍 人类 你胆子不小啊 人类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四位长老 这人只有半步玄境的实力 我正好与其相当 不如就让我出手将其拿下吧 准 不过组长特意交代过 这个人类要生情 你下手注意点翻寸 也一不小心搞死了 放心吧 大长老 您瞧好就是 区区人类也敢杀我们的族人 真是长 什么 竟然一巴掌 就把半步玄境的黄三拍死了 看来这个人的战斗力远超普通玄境强者 哼 若非我身负重伤 修为掉落到了玄境 一招便可将我们全灭 大长老 这人竟能一招灭杀黄三 实力定然远胜普通玄境强者 仅靠这些黄鼠狼很难灭掉他 不如让我带着四个胡族嫡系 布下五星连锁归还大阵 一举将其灭杀 胡雪 你有把握 须知 你的实力也仅仅与黄三不相上下 大长老放心 五星连锁回还大阵 能够让我们每个人 都拥有五个人叠加在一起的实力 这个区区半步玄境的小子 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好 你上吧 我怎么总感觉眼前这人类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呢 二哥不用担忧 即便这人类再不简单 也不过只是一个半步玄境而已 三哥说得不错 我们不直接出手将其灭杀 也不过是为了让年轻人多锻炼锻炼而已 万一胡旋他们真的坚持不住了 我们再出手也来得及 人类小子 你的确有两把刷子 不过 可听闻过我五星连锁回还大阵 没听说过 不过 我倒是有一个八方金锁阵 正好可以和你们切磋切磋 哼 那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五星连锁回还大阵启动 八方金锁阵 殷灭 这 这是什么阵法 人类小子 我们哪里得罪你了 不此心计 骗我们来这里 你到底是什么人 人族 万灵之族 尔等区区禽兽 竟然敢在此豢养人族 无虽不才 但势必将尔等诸族灭族 绝后患 你 你 欺人退善 这世界自古便是圣者为王 为什么你们人族可以豢养妖兽 而我们不能豢养人族 你也说了 圣者为王 因为从古至今 自天地初开 人族便一直是圣者 不 我不甘心啊 欺杀我也 快用禅义府通知族长 接下来就等着胡东来自己送上门来吧 我得把这个大坑填满才行 来了 这该死的人类竟然将我的四大长老全都杀了 胡东来 我不想听你在我面前废话 赶紧过去把这人类灭了 然后集中精力去找孔雀弹 少主 这人类有古怪 一会儿我若不敌 还望您千万出手相助啊 胡东来 你胆子越来越大 居然敢向我提要求 不 不敢 奴婢这就过去收拾那人类 这该死的孟妃 居然根本不把我的命当一回事 臭狐狸精 要不是还指望着你帮我找孔雀弹 扫划你废 微微的人类 居然杀了我这么多人 你现在自裁可以少受点苦 自裁 你这样欺辱我人族 我看自裁的是你才对 这是什么东西 尿你命的东西 区区玄境而已 居然也敢在我英殿高手面前献丑 嗯 这个人类还不错 他若是能在胡东来的手中活下来 我倒是可以考虑将其收为奴婢 这 怎么 怎么可能 你只有玄境啊 怎么可能一招就将我击败 胡东来 你将我人族当作畜生圈 今天 该是你偿命的时候了 你 你都干什么 我可告诉你 我是大鹏族的人 你 你敢动我 大鹏族 在我眼中不过土鸡娃狗而已 啊 动我 少主 救我呀 偷了 当着我的面 杀我的人 你是当我不存在吗 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吗 少 少主 救我 放了胡东来 虽然我不在乎一只臭狐狸的生死 但我的人不是一个区区人类能杀的 人 人类 你听到了 你再不住手 我家少主 为我死 你怎么敢 竟然敢违逆我的意思 难道 你不怕死吗 若是你们大鹏一族的族长来了 我或许还会忌惮三分 但你 还不够格 你竟然对我的大鹏威压毫无感觉 实力强 不怕死 还会这么好玩的正法 我不得不说 你很幸运 幸运何来 因为 本少主看上你了 成为我的奴仆 我可以让你继续活下去 畜生就是畜生 不但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脑子还不好使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给你当奴仆 既然这样 那你 先去死吧 区区畜生 居然敢独一人一人 今日不拔了你一身鸟毛 你就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你一人 现在 你应该知道 自己究竟几斤几两了吧 你 只有区区玄境修为 怎么可能 所以说 畜生只能是畜生 永远不明白人族的强大 本少孩就不信了 你 啊 苏图图 刀 一直在身旁 但 我不想撑王 不是年少太轻狂 只是 不想再翱翔 我是陈上上 人送外号 陈刀王 陈刀王 传闻中那个一旦出刀 就必定见血的盈州八大公子之一 为何他长得和苏图图幾乎一模一样 若非我熟悉苏图图的气息 恐怕都要把他直接认作苏图图了 冯妃 孔雀蛋拿出来吧 否则 我可就要出刀了 出刀 那个 陈刀王 说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孔 孔雀蛋 丢了 看来 你是真的要逼我出刀啊 陈上上 孔雀蛋真 真的被偷了 我没有骗你 王者孔雀蛋 是可以用生命守护的东西 如果它真的被偷了 那你 就去死吧 不要 陈刀王 陈 陈刀王 你 孔雀蛋真的被偷了 我可以 立下天道誓言 孔雀蛋还在我身上 我将心神俱灭 永不朝生 你真的把孔雀蛋搞丢了 是真的 还望陈刀王 饶命啊 你说你 连孔雀蛋都能弄丢 还活着干啥 算了 我就为你大鹏族做件好事 已经灭了你的德了 陈刀王 移民神武 温套武略 启吞山河 冠决当事 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 您老高高在上 和我一只小鸟计较什么 您就把我当个屁 放了吧 听说这陈上上就喜欢别人拍马屁 不知道做不做相啊 哎哟 我对优点隐藏得这么深 都被你发现了 这 这哪能藏得住啊 陈刀王 您是人中龙凤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让周围的东西黯然失色 您就是迎周的太阳 熠熠生辉 您的优秀 那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其实隐藏就能藏得住的 咳 蓬飞 不得不说 你这小小鸟虽然笨 但还有几分眼界 看在你还有几分眼界的份上 我便饶你一回吧 给我写个欠我一万斤仙天灵液的欠条 这事就算过去了 一 一万斤仙天灵液 好 你不愿意 愿 愿意 能给您仙天灵液 那是我的荣幸 这陈上上和苏图图也太像了 言谈举止简直一模一样 只不过陈上上更贪心一些 仙天灵液那都是论低的 这陈上上竟然开口就问蓬飞要一万斤 哎 这位兄弟 看够了吧 看够了就过来一续吧 里面有八门金锁镇 哥哥胆小 不敢贸然进去啊 好 哼 你离我这么近 就不怕我对你出手 哈哈 营州的太阳 又岂会对我一个凡夫祖子出手 呃 呃 呃 哈哈 这话蓬飞说也就算了 你可别给我戴高帽 如果刚刚我不出现 蓬飞这只小小鸟 恐怕已经被你拔了毛了吧 什么 陈上上竟然对着小子评价这么高 我 我刚刚 竟然还想收人家为奴仆 哼 你这傻鸟 还不敢谢我一下 呃 呃 是是是 多谢大人 还好你没把这小小鸟弄死 否则他们家那只老鸟就要发狂了 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我敢杀他就不在乎报复 唉 不愧是会八门金锁镇的人 说话就是大气 听你的意思 你自始至终都没打算要杀这家伙 废话 他爹可是仁王静 我若杀了他的独子 他爹恐怕就算拼着元气大伤与我陈家一战 也会想办法灭了我的 我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我爹 这陈上上再厉害也不敢杀我呀 那我这次欠条岂不是 喂 蓬飞 你这什么表情啊 我就算不杀你 也有一百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 呃 是是是 好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 孔雀蛋是怎么被偷的了呢 是 是在胡东来的道场被偷的 我当时布下了十层禁制 但东西还是不声不响的消失了 十层禁制还被偷了 看来动手的人不一般呢 啊 兄弟 我叫陈上上 不知您尊姓大名啊 云青岩 啊 原来是云兄弟 哈哈 不知道云兄弟你 知不知道这孔雀蛋的下落 孔雀蛋确实在我手上 哦 你挺有意思啊 拿刀架在你脖子上不说 不问你了你反而主动和我说 我不喜欢被威胁 我主动和你说是因为 你的性格对我胃口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没想到在这里 能遇到你这么有趣的人 说到那颗孔雀蛋 那不是王者蛋下的蛋 而是人王进强者涅槃后变成的蛋 而且他不能认住 他在涅槃前给自己加了诅咒 一旦被奴役便会形神俱灭 不能奴役啊 不过你和他打好关系 等他恢复巅峰也能得到不少好处 走了 不送 苏图图便是从营州流落出去的 现在看来他很可能是营州陈家的人 与这个陈上上是双胞胎 否则两个人不可能这么像 喂 你一个人足 在营州不易 这招地图便留着用吧 应该能帮你一些忙 多谢 后会有期 麻烦都解决了吧 嗯 都好了 我叫云青妍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叫什么 我想不起涅槃之前的名字了 那我给你取一个吧 你是孔雀王者 又是女孩子 我希望你温柔行淑 就叫你孔柔吧 孔柔 嗯 不错的名字 马上要出发了 我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 我护送你回孔雀族 但我想要带上一对爷孙 他们对我有大恩 留在这里恐怕不得善终 这是小问题 那在你面前的 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 是什么 你怎么送我过去 这里是摩贝岭地界 距离孔雀岭 数十亿岭 你不会是打算飞过去吧 呃 我好像的确忽略了这个问题 我现在已经不是先帝了 瞬息万一里的能力早没了 毛头小子愣头青 看我的吧 你要怎么做 我身为先帝 的确还不太了解 这普通人是如何 在如此广袤地区赶路的 啊 啊 啊 呀 哈 呀 好了 这是 震车 这震车是我根据残存的记忆拼凑出来的 上面有三道震纹 一道负责加速 一道负责加固车身 一道负责空间融合 一溪能在空中运行十八里 怎么样 还不错吧 你这个太一般了吧 什么 一般 小子 这可是震车 里面有三道大阵 一道是对速度之力的感悟 一道是金刚之力的感悟 一道是空间之力的感悟 便是一般的人王强者 他也只能感悟其中一道 我同时布下三道大阵 你居然觉得一般 看我的 我倒是忽略了先帝时期那些简单的震文用处 若是加持到这车上 的确可以作为感动的工具 哼 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有多大能耐 独空阵 这 好深的震道造诣啊 还有更厉害的 月影阵 追星阵 行空阵 摩云阵 凌风阵 天宵阵 怎么样 一袭三百里 不赖吧 什么 这一共是 二十三道震文 你 你不但会布置八门金锁阵这等阵法 竟然连震文的造诣 都如此高深 你知道的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走吧 接上我的两位救命恩人 我们马上出发 岩云 云 云公子 你没事吧 那些妖怪 莫朗 您不要紧张 外面那群妖怪 都已经被我斩杀 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 云 云公子 原来你是大神仙 你 你比我听到的那些传闻中的大日天神 还要 还要厉害 我们 我们之前还只把你当成一个普通少年 对您不敬 您 可不要责怪我们 莫朗您说的哪里话 莫朗 您可言于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来此 正是想带你们离开这里 什么 离开 这 这里是我们的家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 云大哥 你是说带我们离开麒莲山脉吗 虽然狐狸精和黄鼠狼都已经尽数辅助 但这麒莲山脉 妖兽纵横 只有将你们带离这里 才能远离危险 可是 这是我们的家呀 我们世代都居住在这里 爷爷 我们对外界一点都不了解 有莹大哥带我们出去 绝对不会有事 我们应该珍惜这次机会才是 炎鱼说的不错 更何况 这里的妖兽将人族圈禁起来 当作畜生一般圈养 又哪里是你们的家呢 唉 云公子说得有理 只是 我和炎鱼就这么走了 那整个村子的人 以后 怕是也难逃那些妖兽的魔掌啊 莫老放心 此处我已布下大阵 这方圆万里 没有能破开大阵的妖兽 可保村民性命无余 事不宜迟 我们快走吧 呃 好 好 啊 好快的速度啊 这么高 炎鱼 你小心些 云青眼 不得不说 你在阵道和阵法方面很有造音 一溪三百里 就是我这个曾经人王进的高手 也不得不感叹啊 什么 一溪三百里 云小哥 啊不 云公子可是神仙 什么事做不出来 不过 孔雀岭距离此处 和这百万亿里 纵是这阵车一溪万里 想要到达 也不知何年何月呢 可惜 刚刚陈上上给我的地图之中 并没有标明传送阵的位置 不过 也不用过多担心 我们找个地方 随口问问便知 传送阵 你可能忘记了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大城市之间 都设有传送阵的 只要我们找到一处传送阵 就能很快抵达孔雀岭 你们在阵车上稍息片刻 带我打听一下传送阵的信息 咱们才赶路 好 这座小城 最强的只是应变初期 什么人 怎么回事 这人明明就站在我面前 为何我的神识根本感知不到 来人气息高深莫测 不可得罪啊 晚辈佛经通 不知前辈突然降临 有何吩咐 我是想要问你一个事情 你可知 距离此处最近的传送阵 在何处 前辈请看 此处为青火城 船门其城内便有一座传送阵 至于这传送阵通往何处 晚辈就不知道了 多谢了 晚辈不敢 你困在应变初期至少二十年以上了吧 回前辈 晚辈在二十三年前 达到应变初期 只可惜晚辈愚钝 既二十三年来 无论如何努力 修为都再无寸进了 你这可不算是天赋愚钝了 能够在没有功法的情况下 硬生生地修炼到应变初期 算是不错的一颗苗子了 也罢了 既然你我相识一场 便结你一个善缘吧 什么 这 这是宝贵的修炼功法 传你这套功法 足以让你印证大道 望你保证一方生灵平安 不可为非作歹 你刚刚去茂尔城做什么 我打听到了局里我们最近的传送阵所在 有了传送阵 想要送你去孔雀岭就方便多了 当真 那是 怎么了 我发现了一艘钝天梭 钝天梭 那是什么东西 你看远处 钝天梭是用海云石锻造而成 身上的阵道 没有一千也得有八百万 这东西 可是战略级武器啊 哪个势力的钝天梭多 对于周围的掌通力就越起了 我看上面 好像都是人族 我先用神石探查一下他们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情况 传完孔雀岭有一座雪山叫玛雅雪山 就算是贤天圣灵上去 都会瞬间被冻成冰块 真想去看看哪 除了玛雅雪山 孔雀岭还有一个地方必须要去 我知道 肯定是黑岩海 传完不管任何东西 只要接触到水面都会沉下去 等咱们到了孔雀岭 得好好游玩一番 这群人 竟然也是想要去孔雀岭的 那可巧了 林大哥 你笑得这么开心 是我们到了吗 我们还没到 不过也快了 起码我们不用这么辛苦了 怎么让他们停下来呢 这顿天梭的速度可是极快 此刻若非我们全力催动 震车恐怕也追不上 想要靠蛮力逼停顿天梭 起码得有空气久迭 甚至是人王的实力 所以我们得想解其他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比如 这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山风 我们可能走入幻境了 快快快 赶快先停船 咱们船上的可都是大人物 千万不能被惊扰他 速度减慢下来了 一会儿给我演一场戏 什么戏啊 我安排一下你们每个人的角色 炎鱼当我们的少主 墨海当做管家 我是保镖 你当炎鱼的丫鬟 什么 你让我当丫鬟 我可是人王进 想要快点回孔雀岭 你就得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否则咱们就慢慢赶路 我 人来了 开始演戏 全都进入状态 一切看我眼色行事 竟然让我当丫鬟 你给我等着 死处好像是有人故意用五星之力做出来的 并非是幻象 还好我们及时停下了 若是撞到这五星之力凝聚的山峰之上 船上的大人物怕是要出事啊 这人的能耐在我们之上 逼挺顿天梭肯定有所图谋 赶紧找找他们在哪里 不用找了 我们就在你眼前 两位 我家少主想要前去孔雀里 大家都是人族 敢问是否可以搭乘你们的顿天梭 连洪家的顿天梭都敢懒 我看你胆子不小啊 这些山峰都是你用五星之力制造出来的吗 你是什么修为 这些山峰是我家小姐一念之间制造的 至于我们的修为 你们还没资格知道 这家伙给人的感觉就深不可测 他家小姐竟然还能一念催动数十万公里的图属性之力 恐怕更加不可招惹 好强的气势 这个护卫恐怕实力已经达到应变期了 你们所说的红家 可是营州八大家族的那个红家 呃 呃 没 没错 我们此次前往孔雀岭有极为重要的事情 不 不方便搭乘不迷人事 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搭乘你们的顿天梭前往孔雀岭 不会影响到你们的 我们不想暴露生活 你们好自为之 若是出现差池 大家都不好 这 怎么办啊 来人实力高深莫测 仅仅一个护卫 都达到了恐怖的应变期 刚刚那个摇扇子的丫鬟 我感觉也是身不见底 完全看不透他们的修为 肯定不好惹 我怀疑他们很有可能也是八大家族的人 反正他们也没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们便让他们搭乘好了 安排人给我们准备两间宽敞安静的房间 一日三餐要按时送到 美酒佳肴更不可缺少 呃 只是要房间和吃食 不 不算过分 的确 看这些人的气势和要求 还真像是八大家族的年轻一辈 咱们还是不要怠慢的好 诸位 呃 前辈 请先在此处休息 嗯 你们出去吧 林青妍 咱们的姿态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万一他们觉得我们太嚣张 要对付我们怎么办 放心 有些时候你越是摆出高姿态 他就越是心怀气的 不敢随便动手 大管家 事情就是这样 您看 应该如何处理这批人 你说他们也是八大家族 连一个打手都有应变气的实力 而且那个打手仅仅十七八岁 没错 据了解 十七八岁的应变气强者 在我们八大家族 那也是绝对的顶级精英 但此人却心甘情愿地 给一个小女孩当打手 实在不可思议 而且 看上去他们一行四人 这个打手是地位最低的 另外三人 我们都完全感知不到修为 尤其是那个所谓的小姐 和旁边的管家 我们感觉就好像两个平常人一样 而旁边那个丫鬟 实力也是朦朦胧胧 给我们的感觉犹如大山 唯有这个打手 似乎是在半步应变 我知道了 你这就带我过去一趟 燕鱼 一会儿有人过来探查我们虚实 你说话一定要西字如今 而且 姿态越嚣张越好 哼 我明白 我最会演戏了 云大哥就放心吧 莫朗 你待会儿只要一声不吭 站在燕鱼身边即可 没满 孔柔 你刚刚表现得可不是太好 哎呀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人家毕竟是人王嘛 一会儿我好好表演 好 你记住 你一定要装得非常卑微 因为你的气息很强 所以你越卑微 他们越以为我们其他人更强 就越能震慑住他们 老朽红火 拜见小姐及主位 这老头也太不礼貌了 居然不敲门就直接进来 拜见人是这么拜见的吗 滚出去 敲门 这位小姐 你 我家小姐的话你没听见 好 好吧 先探探你们虚实 若发现你们只是虚张生事 我扒了你们的皮 老夫红火 前来拜见 另外吧 啊 此人年纪只有十七八岁 但感觉气息似乎与我故乡上下 天赋与八大家族的精英相比 不慌多让 这个小姑娘实力有些眼贵 完全感知不到 但似乎比眼前这小子还要厉害 年纪却更小 这般天赋恐怕已经远超八大家族 年轻一位的最强者了 这老头子年纪看上去比我还大 气息微弱 有如平常人 完全看不出任何修炼的样子 难道已经达到了反普归真的境地 这小姑娘着装随意 脸上还略显稚 但坐在那里却有如黑洞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能量外衣 与旁边老头子实力应该不相上下 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为何这么强 若是真打起来 怕是 老朽看诸位免生得很 不知这位大小姐尊姓大名 来自什么势力啊 我家小姐的身份 不是你有资格知道的 知道了反而对你和船上的人 没有好处 这位公子 我们也是营州八大家族之一 我想在这营州地界 任凭是谁都会给些面子吧 我们此次前往孔雀岭 是为了完成孔雀岭王族 与我们人族的联姻 这关系到百万人的生死和平 你们若是不能告知老朽身份 老朽只能请诸位下船了 我知道你们是洪家的人 给你们洪家一点面子 便告诉你我的姓氏吧 我姓云 不知这位小姐 大胆 你算什么东西 我家小姐的名讳 也是你能知晓的 我 老 老朽不敢 老朽冒犯了 这小丫头 果然实力恐怖 紧接着释放出来的气势 便犹如大山 比前面这小伙子更厉害啊 好了 赶紧滚吧 不要再来打扰 记得尽快拿些肉食和水果过来 老 老朽遵命 一少爷 我已经查探过了 除了那个姓云的少年 大概在半步营变起 其他几人 老奴暂时看不出身前 从这些人的表现来看 秀伟很可能还在那云姓少年之上 云家和我洪家 同为营州八大家族 他们家的天才数量 不在我们洪家之灾 但十七八岁的半步营变 我却是闻所未闻 更别提那几个更加高深莫测之人 一少爷 连您都没听过 那此人十之八九不是云家的 要不要老奴现在就带人将其擒拿 这些人胆敢接听我洪家的顿天梭 太过嚣张了 不急 云家一向神秘无比 以他们的形式风格 暗中藏着一个超级天才 未必没有可能 我倒是不担心那几个年轻人 再天才 也终究只是天才 不是强者 但你口中那老头 我们却不得不提防 那 我们就放他们在所上待着不管吗 你方才不是说 除了那个少年外 他们还有两个漂亮小姑娘吗 方家那个色中恶鬼 定然对他们有兴趣 何不将此事透露给他 让他去探探 这一行人的道行 少爷高明 明清言 你真的来自 银州八大家族之一的云家吗 我姓云 当然来自云家 不过此云非彼云 他们要是误会了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唉 现在他们将你误认为云家之人 才没有动作 但是八大家族相互之根之底 你迟早会被拆穿的 拆穿又如何 方才我已经用神石探查过了 这顿天梭上一共有六名鹰变警 十七名玄境 一百多个鹰丹警 他们不来惹我就平安无事 若是惹我 那就一不做而不休 将他们全灭了 然后再把顿天梭抢过来 他们刚坐了人家的船 吃了人家的东西 你就已经打算好杀人夺船了 你还真是杀法果断呀 我也不是试杀之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也只能斩草除根了 红兄 还有多久到达孔雀岭啊 此次出来的匆忙 我连个暖床的侍女都没带出来 这几天着实有些空虚啊 少雨莫急 还有半个月左右就到了 唉 还有半个月啊 少雨若是急的话 我倒是有个办法 哦 什么办法 不久前顿天梭上来了一批客人 其中便有个厨 想必符合你的口味 而且好像没什么背景 我们可以 哇 外面的景色好漂亮啊 明大哥 爷爷 你们来看啊 顿天梭怎么停下来了 看来这顿天梭上的主人 终于忍不住了 余公子 我们少爷见这里景色美丽 在顶楼设了酒席 想邀请你家小姐一叙 我家小姐不见外人 一会儿我便带我家小姐过去吧 我们上来后 一直未见过这红家少爷 今天他突然请我们赴宴 大概率是鸿门宴啊 鸿门宴 那我可求之不得呢 如今我的修为停滞不前 若是鸿门宴 正好给这伙人种下魔种 帮我提升修为 我去敷宴了 你们自己小心点 一会儿说不定 会有麻烦上门 嗯 我们会小心的 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封少爷那个江户怎么没来 他去忙别的事情了 先不管他 这里的风光真不错呀 云兄弟在下红意 这几天一直忙着修炼 所以不知道缩上来了客人 还望云兄弟包涵 这位是何夕姑娘 乃是八大世家之一的 何家直系子弟 云某见过红兄何姑娘 不知两位喊我来 所为何事 不急 边吃边说 这鱼这菜可都是难得的真品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正好还没吃饭呢 在这云青眼身上 我竟敢应不到丝毫的修为不懂 我已是半步鹰变境 他看起来比我小声不少 居然比我厉害这么多吗 云兄年纪轻轻 便敢带队在外面行走 想必修为不低吧 还是说云家有隐藏的高手跟随 保护你们的安全呢 鸿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的修为和你想的差不多 我也不是营州云家的人 嗯 不是云家的人啊 那便好办了 我手下正是用人之计 云兄投靠于我 为我办事 修行资源应有尽有 弘义是弘家的直系子弟 地位非常高 你若是投靠了他 对你来说可是野鸡变凤凰了 好 那我要是不愿意呢 隔影便记 云青眼 我方才可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了 要么立下天道誓言效忠于我 要么就成为下面湖中的一具尸体 小子 别妄想拖延时间等待救援 你家小姐现在估计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你们是在找死 拿下他 啊 好香的味道 这是从哪里来的 啊 不要闻 这烟雾有毒 我 我的头好晕啊 身 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不要急 云青眼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我先试着解毒 可恶 给我现在的竞技 勉强抵挡这种毒 云青眼 你快回来啊 嘿嘿 两位小美女 我的百花软金伞滋味怎么样啊 坏 坏蛋 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是那个厨对吧 虽然长得一般般 但本少好久没有开过婚了 就勉强享用享用你吧 厨 厨手 你住手 小美女你别急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宝贝 我来了 云大哥 救救我 今天谁也救不了 给我滚 云大哥 云青眼 你可终于回来了 混账 你 你竟然敢打我 封红河 三家是联盟 这艘船上都是我们的人 我看你是找死 找死的人是你 倒心众魔大法 你 该死 你 你往我体内放了什么东西 快给我取出来 都给我立马喊人杀了你 这可是你让我取出来的 那我就满足你 玄境的魔主 倒也能为我提升给修为了 混 混蛋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的修为呢 下地狱去问我 啊 有些少年 就在里面 我感觉到他的气息了 不好 我听到风少雨惨叫了 快阻止他 抱歉 你们来晚了 风少雨他 他被杀了 混账 你竟然杀了风少雨 红树和树给我杀了他 用他的命去平息风家的怒火 老大 打命来吧 被杀八大家族的人 今天你们都得死 不好意思 今天该死的人是你呢 好 好强 什么 红树和树下在一起 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究竟是什么境界 两个鹰变剑 倒是能为我提升不少修为 那 那是魔种 这 这怎么可能 道兴铸魔大法 不是在三千年前 就被风雾极光毁灭了吗 你是如何学会的 你们的废话太多了 去 魔种在牺牲我体内的能量 饶 饶命啊 不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快走 情人听到动静 应该会马上赶来 竟然是我们在为啥此了 想走 问过我了吗 给我回来 贼子而敢 太好了 袁军来了 风树是鹰变四季 比红树和树修为都高 定能挡住云青岩 不知死活 什么 连方树也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怎么办 二位莫慌 我离得近先来一步 其余人应该马上就到 何方贼子 竟然敢在我洪家的遁天梭上作乱 找死不成 风老之人被他打伤了 注意小心些 怕什么 咱们这么多人 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他 三名鹰变境 十七名玄境 一百多个鹰丹境 看来这艘遁天梭上能打的都来齐了 也好 趁此机会正好将你们一锅端了 小子 你狂妄过头了 你最多不过鹰变境而已 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 都能硬皮空气精的大能了 你竟然必死无疑 战天梭 我就站在这里 有本事来杀我呀 混账 诸位 一起出手 杀了他 去死吧 云青岩 今天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绝不能让他逃了 天帝真经第一试 不亏巴黄 这 这是什么鬼东西 快退啊 我们挡不住呀 来不及了 怎么回事 顿天梭里怎么打了起来 这爆炸的方向 好像是前天上船的那伙人的船舱啊 快过去看看 你们只是些普通人 我不想杀你们 现在立即离开顿天梭 这艘顿天梭是红家的 你凭什么让我们离开 嘘 别说了 你看下面的 那 那是方老他们 而且 还有红烧和何小鸡 这 这怎么可能 那么多人都被干废了 这个年轻人我们惹不起 快走吧 幸好顿天梭上有备用的小心灵舟 冰青眼 普通人都被你赶走了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处理下面的人 自然是种下魔种 给我增加修为 你不是中毒了吗 现在没事了 没事了 我在风少雨的尸体上找到了解药 冰青眼 这顿天梭虽然被你炸了个大口子 但是里面的阵法没坏 还能用 孔雀族正好去这玩意儿 要不 你卖给我吧 我可以出个大价钱 不好意思 这顿天梭我还有用 暂时没有卖的打算 这顿天梭简直就是个移动堡垒 正好可以为我家人们提供外出的保障 小气鬼 你不卖 我自己去驾驶室里研究 这么多魔种 能为我提升不少的修为了 我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风漏舟漏他们都死了 那 难道是云青眼 你听 你们醒了 其他人都解决了 是时候来算算我们的账了 你 你不要过来啊 这一切都是红衣让我干的 我和你无冤无仇 是 是他在针对你 不关我的事 我投降 别杀我 好 先留你一命 某种在你体内 你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中 不要有其他心思 这河西身上没什么血迹 他应该没怎么杀过人 便饶他一命吧 是 是 你 林雀妍 我是一身毁民心窍 只要你放了我 你就要得到我们红家的一个人情 你是少年天才 应该知道赢出八大家族的红家人情 代表着什么吧 只要我能活下来 回去我就喊着弄死这个小子 在我眼中 盈州八大家族狗屁不是 敢对我出手的人 必须得死 你 怎么看 我可是 回家人啊 这家伙根本不在乎什么盈州八大家族 红家的嫡系说杀就杀 我当初真是猪油蒙了心 才会答应和红衣一起逼迫这个杀星 清理完治理的尸体后 去驾驶舱驾驶盾天梭 按照原定的路程继续前往孔雀岭 我要修炼一下 没事不要打扰我 是 这次得到了这么多魔种 足以让我的境界大涨一波了 吸收 孔融 这名字倒是不错 另外这个叫云青岩的小家伙儿 挺有意思啊 伴侮鹰丹 如今的我 就算是鹰变境五六层的舞者来犯 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 还剩下几枚鹰变境的魔种 但我正是冲击鹰丹境时在用的 等将孔融送到孔雀岭之后 便找一个地方突破 大人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孔雀岭了 前面便是孔雀岭最大的城市 孔雀城 好 就在这附近角落吧 孔融 你气息强了不少 应该不仅是境界恢复了 记忆也苏醒了一些吧 是苏醒了一部分 苏醒了记忆也好 不过 你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安置好墨岩渝跟墨海爷孙 以及你欠我三个人情 放心 我自是不会忘记 那就好 孔融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些人外表看起来是人类 其实都是各种妖族作画 这个孔雀城 实际上就是个妖城 银青眼 你把钝天梭放到哪里去了 我将钝天梭收入零罗戒里了 居然能将那么大的钝天梭收进去 你这零罗戒的品质应该不低吧 钝天梭还有这零罗戒都是好东西啊 还好 走我们进城吧 好 你打算直接这么飞进去 这里没人拦得住我 银大哥 孔融他好像有点变了呢 没事我们先跟上去看看 孔融毕竟是人王境 现在记忆苏醒了 已经不能把他当成那个小女孩看待 这地方好熟悉 这里你来过 我记起来了 这里是我的寝宫 苏醒 魅姬 快出来见我 大胆 何方小辈 胆敢直呼太上长老的名字 找死不成 龙雀城不是你们能放肆的地方 这 这么多玄境高手 要是打起来 我们绝不可能是对手啊 大哥 不用担心 有我在 抓住他们 交给长老发落 都给我住手 参与快上长老 苏醒见过公主 魅姬见过公主 苏醒魅姬 这两百年辛苦你们了 什么 孔融是孔雀族消失了两百多年的公主 没想到孔融的来头 居然这么大 怪不得她总是一副很傲气的样子 公主回来了 太好了 我们孔雀族以前是何等的傲气 如今为了自保 不惜要将孔零公主加到人族 以此联合人族 现在公主归来 这桩婚事可以终止了 孔融的前身是人王井 作为孔雀族的公主 倒也说得过去 苏醒 你立即准备最好的酒宴 我要招待客人 另外 魅姬女去安排一座最好的府邸 用于安置这对爷孙 他们将会常住于此 并享受王族待遇 是 看来你的记忆全部恢复了 基本恢复了 不过最重要的记忆 还需要进入孔雀族的传承之地 才可以恢复 既然已经护送你到了孔雀族 那我现在就告辞了 不急 你送我回来 对我孔雀族有大功 多留几天 让我好生招待你一番 云哥哥 我舍不得你 好吧 那我就再多留三天 言语 我传你一本血脉功法 你若能修炼到第三层 就能激发出祖辈出现过的最强血脉 你好生修炼 谢谢云大哥 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的 我们进去吧 九炎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 待九炎过后 明清炎 你暂且在宫内住下 我会送炎鱼他们去府邸 也好 这里环境不错 可以试着在此突破到鹰丹境 因为我本身神识的强大 这次突破到鹰丹境界 说不定会遇到星魔仙节 若是遇到了 又会是哪种类型的呢 算了不猜了 直接先用先帝神识 补算一下吧 大人 这几天我一直在宫殿里有些无聊 我能不能出去走走 可以去吧 河西体内有我的魔主 他若是敢逃跑 就是死路一条 先帝神识 推演天际 果然会遇到星魔仙节 而且 还是情节 情节 应急的对象 会是谁呢 大人 我还没走出宫殿就被人拦住了 我 我感觉 我们好像被孔雀族给软禁了 被软禁了 孔雀族 为什么要软禁我们 走 我和你一起出去看看 来者止步 王公剑岩 不许任何人出入 哦 连我都不能出入吗 别忘了 你们的公主 可是我护送回来的 云公子见谅 最近孔雀城内 出了一些变故 为了云公子的安全着想 这几日 还是不要外出的好 你是谁 你们公主呢 在下孔雀 是孔雀族的七长老 半步空计的修为 公主大人 另有要事 暂时无法见你 实在是不好意思 见不见他无所谓 但是我现在要出去 你们是铁了心要拦我吗 实在抱歉 如果云公子一定要出去的话 那为了云公子的安全着想 我只能强行留下云公子了 大 半步空气太强了 大人 不要逞强啊 好吧 既然孔雀城这么危险 那我就安心待在宫殿之内吧 云青岩 已跑不掉的 大人 你辛辛苦苦苦送孔雀回来 他们现在竟然安将仇报 要把你囚禁起来 实在是太过分了 急也没有用 孔雀族有好几位空气镜的高手呢 我们又打不过 我要休息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我 休息就休息 魔爪 谢 孔柔 你以为仅凭几个空气镜就能控制住 太自以为是了 明 九天诸仙杀阵 准备完毕 孔柔 希望刚才的一切只是个误 否则 整个孔雀族都会因而葬碎 启禀太上长老 云青岩已经折到返回了 折到返回了 他当时什么反应 借用人族的一句话来说 云青岩当时表现得有些 怂 怂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好办了 只是公主口中的云青岩 可是一点都不怂啊 要知道他不仅杀了 洪家和风家的嫡系 而且还把他们的遁天缩抢抢了 那 要不要对云青岩下一些禁止 以防他苟急跳墙 不必 继续按原计划行动便好 左右不过一个先天境而已 由我等看着 他翻不出什么大浪花来 你们公主什么时候回来 我要见她 云公子 我们太上长老说 公主有事外出 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来 还望云公子能耐心等待 一个月 我等不了那么久 我说过 只在这里待三天 抱歉 还请云公子再等待一段时间 另外 太上长老还说 明天有个宴会 会给云公子引荐孔雀族各个青年才聚 请云公子准备一下参加 明天就是第三天 孔雀族却安排我去赴宴 有意思 那我就陪你们玩一玩 大人 我听方才给我送饭的下人说 孔柔一个月后才回来 难道我们真的就在这里等她一个月吗 不用急 明天孔雀族会邀请我参加一个宴会 此时应该会有个结果了 对了 今晚你在我这里休息吧 在 在你这里休息 这 这不好吧 我的生死现在掌握在云青岩的手中 她让我服侍她的话 我也拒绝不了 况且她长得还挺帅 实力也很强 要不就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我说的只是单纯的休息 只 只是休息啊 明天我去参加那个宴会 你一个人留在这宫殿也不安全 想要和我一起去 你得在我房间 配合我演一场戏 你 云公子可起了 你们 园长 谁让你们进来的 快给我滚出去 实在不好意思 进来吧 云公子 时间紧破 夜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这就启程 前往黑沿海吧 好 何希我们走吧 呃 是不小的仇啊 放心吧 我知道 云公子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们就能见识到钝天梭了 在下有些累 暂不奉陪了 哼 不是猜举 大人 这孔雀族明显就是寄予你的钝天梭啊 现在怎么办 他们寄予的可不只是我的钝天梭啊 那天 孔如得知我的灵罗戒能装下钝天梭后 眼神都不一样了 他分明是想要我的灵罗戒 那怎么办 现在孔雀族势大 我们不可能是对手啊 要不将钝天梭给他们 不必 我的东西 只要我不想给 谁都抢不走 孔如 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 否则整个孔雀族 都要为你陪葬 哇 好美丽的景色啊 这就是黑颜海吗 你们看 这个愚蠢的人类 竟然向着黑颜海走过去了 要知道 进黑颜海容易 出来可就难了 嘿嘿 这下有好戏看了 回来 不能踏进去 怎么了 这湖多美啊 为什么不能踏进去啊 看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湖下面好像有什么力量 把那块小石头拽下去了 啊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湖底下 应该有储量丰富的黑颜矿 所以才会形成这片特殊的区域 一会儿 我们可以想办法挖一些 没想到 没想到在仙界一经 就能卖出天价的黑颜矿 在这里竟然有一座海那么大 这次真是不虚此行 云青岩 没想到 你居然还知道黑颜矿 可惜 这下没好戏看了 云青岩 这黑颜矿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也要去挖 人类难道都这么没见识吗 黑颜矿 我自有用处 一群宝山在前而不知的蠢伙 也好意思笑 不过这样也便宜了我 好了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马上去擂台吧 是 擂台 孔元 今日宴会 还有擂台对战吗 没错 今日宴会的全名是 妖族天交之战 一般的人类 可无法参加这等大会 哈哈哈哈 云公子真是好运气啊 孔雀族不敢逼迫我交出零罗戒 应该是怕我欲食俱焚 所以他们是打算通过这个天交之战 来谋得我的零罗戒了 你们听说了吗 这次天交之战要选出八大妖子呢 八大妖子啊 那南英人族要八大公子 各个宵为通天 乃是人族年轻一辈的最强者 咱们这八大妖子 难道也是如此 看来是了 谁若能选上这八大妖子 名声必然能响彻整个妖族啊 怪不得父王要让我参加这次盛会 原来是为了争夺这八大妖子啊 铁罢 我就稍微辛苦一下吧 这八大妖子 必有我龙傲天一席 这么多的妖族 还有好几个空寂静的老家伙 看来妖族对这天交之战很重视 你们看 和孔雀族在一起的那对男女好像是人族啊 人族怎么会来这里 看起来好像是孔雀族的客人 人族 这小子 是当日在齐连山的那个人族 事前就是这小子 害得我被陈上上侮辱 我一定要将其碎尸万段 没想到这只小鸟也在这里 团长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去死吧 不好大人快躲开啊 不用有人会挡下这招啊 住手 狂妃 谁让你在这里动手的 想找死不成 是孔雀族的孔雁公主出手了 废话 这种情况下 孔雀不出手谁来出手 刚才也不知道哪根经答错了 竟然装不亏黑之下 攻击孔雀族带来的客人 一进来我就感受到了一个强大孔雀族族人的气息在附近 只是没想到她是孔雀族的公主 大人她就是孔雀 孔雀王族的公主 如果不是你抢夺顿天梭又杀了红毅 现在孔雀应该已经是红毅的未婚妻了 原来如此 这个孔雀的气息 怎么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孔雀 你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要为了一个人族 跟我彭妃撕破脸吗 人族 公主 是这样的 她叫云青岩 是公主请来的 一会儿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彭妃 云青岩是我们孔雀族的贵客 无论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在孔雀族的领地内 你休想伤得半分 孔雀 你疯了吗 居然为了个人类 要和我过不去 你别忘了 这里可是妖族的天交之战 首族长说得对 我们妖族的天交之战 你孔雀族带一个人族过来是什么意思 莫非孔雀族与人族洪家联姻后 就要彻底站到人族那边 孔雀族 你今日若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们魔背里的所有妖族 将拒绝参加这一届的天交之战 有些不好办啊 大鹏族毕竟是三大族之一 没那么好糊弄 公主放心 我会去和大鹏族 还有蛟龙族的长老沟通 您只需找个合适理由 安抚重要便可 诸位请安静一下 首先声明一点 我孔雀族 从来都未与人族联姻 我孔雀 更加不会嫁给人族的洪家 你们听到的那些消息 都是不实的传言罢了 什么 孔雀居然说 不会和人族联姻 看来孔雀族 是和洪家谈崩了呀 不过 那个人族小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 据我所知 任何一个妖族 都有关系好的人族 就例如大鹏族 就与人族八大世家之一的云家 走得很近 所以我孔雀族此举 也谈不上多犯忌讳 鹏飞 你就少给我扣帽子吧 寇莲 你 好了鹏飞 天交之战马上开始了 不要耽误了正事 云青岩 算你运气好 还不知道是谁的运气好呢 你就是云青岩是吧 我叫孔华 孔雀王族的直系子弟 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 只要你将顿天梭贡献给我们孔雀族 就能成为我们的客亲 别急 等你们妖族的天交之战结束后 我会让你们见识一下顿天梭的 走 我们找个地方坐着看戏 冰青岩 你怕是活不到天交之战后了 多谢了 等拿到东西之后 冰青岩可任由鹏飞处置 孔雀 那云青岩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孔雀族大费周章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罢了 好了 时间不早 马上开始天交之战吧 我宣布天交之战现在开始 此次天交之战是排位赛之 前有我等综合众参赛者的名声和境界 列出前一百位选手 其他人可依次由后向前发起挑战 胜者接替败者的名字 前一百位选手由前往后分别是 第一 蛟龙族龙澳天 第二 孔雀族孔华 第三 大鹏族鹏飞 第四 孔雀族孔莲 我让报名参赛 我要挑战第76名 八大妖子我不敢设想 他弄个排名 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唉 妖族就是妖族啊 这么大的盛会 让那却刚刚才是场似的 不关我们的事 看着就好 前五十名基本都是应变境的妖族 以我目前的实力 打赢他们应该不难 云青岩 何夕 不必 你们在人族里面 也算是翘楚的存在了 老夫给你们一个机会 允许你们代表孔雀族参赛 不必 这是妖族的天骄之斩 我这个人族就不参与了 放心 你们的安全老夫会保证 不用顾忌什么 老夫已经帮你们报名了 就这样吧 您的年轻人 参不参赛 可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唉 我是怕我一个人族突然得了第一 又伤你们妖族颜面呢 可惜可惜 这个孔元根本就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 大人 我们要参赛吗 排名五十名以后的 你可以随便和他们玩 切记 不要找排名前五十的 好 一进来这些妖族就各种刁难我们 这次我上去非得给他们一个教训不可 不要勉强 打不过就认输 知道了 大人 我去准备参赛了 使徒长 人族何牺牲 获得第八十三名 哼 不过如此 该死 这个人族太嚣张了 狠卷族是怎么想的 居然让一个人族参赛 必须把它干下来 否则我们妖族的脸就掉尽了 何希 你是否要继续向前挑战 不了 今天我打累了 诸位 是否有人 想要挑战第八十三名选手何希 第四十八名 大鹏族鹏烈 前来挑战 诶 排名战不是都往前挑战吗 往后挑战完全是得不偿失啊 赢了 保持原有排名不变 可一旦输了 就失去原有排名了呀 嘿嘿 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大鹏族是故意要针对何希啊 那鹏族这不是针对何希 而是针对我 我弃权认输 这家伙散发的气息 至少是应变中奇 我不是他的对手 弃权 我们妖族可不上人族都贪生怕死 所以 没有弃权这一项 孔元前辈 我说的对吗 嗯 不错 妖族比斗 不允许弃权 要么战 要么死 别拖延时间了 来战 我快的速度 给我等住了 我错 横列伤 排名不变 哼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希望你能多坚持极差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暴爪 暴爪 暴爪在此 我要挑战何希 我 我拒绝 我刚刚战了一场 现在受了杀 不可能是你的对手 这不公平 岩礁之战参赛者 不允许拒绝挑战 战斗开始 放心 我不会杀了你的 因为后面还有其他人准备挑战你呢 帮你速抓 不 以我现在的状态 不可能挡住这一招 怎么知道 我这不参赛了 够了 大人 轻眼 终于将你逼上台来了 大人 对不起 我 好了 你下去休息吧 接下来的战斗由我接手 是 大人好帅 孔元 你不是想让我代表孔雀族参赛吗 我就如你所愿 我要挑战暴爪 匀公子 这可是你自愿参赛的 我可没逼过你哦 暴爪 你是否愿意接受云青岩的挑战 求之不得 庞飞大哥和这小子有仇 若我能杀了他 定能获得一笔大大的将杀 暴爪加油 给我撕碎了这个人类小子 看这小子散发的气息 不过才半步鹰丹而已 暴爪可是鹰殿精 谁给他的胆子上来挑战的呀 我总暴爪 一招就能干费这个人类小子 愿意青岩 害我一招灭了你 我愿意击暴爪 废物就是广播 一招秒杀 这个人类小子竟然这么强 而且 云青岩这招击中了暴爪的领海 暴爪他 他被废了呀 客户 这个人类小子下手太狠了 孔元 按规则 接下来我可以继续往前挑战吧 确实可以 不过云公子 我劝你最好量力而行 不要冲动 不能让云青岩死在这儿 我得看着点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彭烈 给我滚上来受死 人类 我 我不是你的对手 这一战我认输 我的排名让给你 我的势力和暴爪相差无几 他一招就被云青岩秒杀了 我也不可能是云青岩的对手 无战而降属于弃权吧 方才你们不是还说 妖族不像人族那般贪生怕死 没有弃权这一项的吗 现在就变卦了 难道你们妖族说话都是放屁吗 庞弟 你怕个屁啊 暴爪是因为轻敌才败得那么快 快上去 和那小子战斗 庞弟 我妖族的名声 不能因为你而受到损害 马上滚到泪台上去 人类 你必要太甚 我跟你拼了 大鹏是天 你多识了 钱多长 我 我不甘心啊 又 又只是一招就灭了彭烈 这个人类 不可能是半不应当 他绝对隐藏了境界 就是为势敌已弱 实在是太影响了 等着吧 这小子 连续杀了大鹏族两人 大鹏族 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鸿飞 之前那两个家伙挑战何兮 是你受益的吗 既然你想针对我 那就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接下来 我会一直挑战你们大鹏族的参赛者 直到他们全部死绝 云青年 若我猜得不错 你的真实境界也就应变三节左右 就凭这点实力也想杀光我大鹏族的参赛者 真是不自量力 大鹏族的参赛者都听好了 你们都不许拒绝云青年的挑战 谁若是杀了他 我便奖励他一件小天级别的法宝 小天级法宝 少主真大方啊 嘿嘿嘿 林秦妍 你不是要继续挑战吗 快来挑战我呀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将他撕成碎片了 放心吧 鹏飞 我要是不杀光你们大鹏族的这些精英 岂不是对不起你的好意 第二个 第六个 饶命啊 看 看什么玩笑 这个人族 竟然连上了六个大鹏族的参赛者 而且每个都只有了一招 那可是六个鹰变技的强者 不是六颗大白菜呀 这个人族小子到底是什么实力 死了这么多精英 大鹏族还不得心疼死 接下来鹏飞说不定要出手了 云青年 我倒是小看了你 接下来我会亲自动手 将你斩杀 急什么 现在还没轮到你呢 在你前面还有好几个大鹏族的参赛者呢 等我灭了他们 再解决你 云青年 本少主不是跟你商量 而是命令你现在跟我一战 云青年 这一战你必须接下 云青年 你还是答应这一战吧 你放心 有我在 这一战只分胜负 不分生死 什么 不分生死 少主 只分胜负对您更有利 云青年深情未知 拼死一战 未必就在您之下 反正是后孔雀族 也会将云青年交给我们 您现在打败他 为我们大鹏族 整回脸面即可 好 不过 我若是不小心 失手打断了云青年 双手双脚 会如何 刀剑无眼 比斗戎出现这种状况 并非不能理解 不过 不能危及性命 来世老夫的底线 放心 本少主 会拿捏好分寸的 也罢 既然你急着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看来孔雀族 并非像表面那般 站在云青年那边啊 少主 孔雀族 只是想从云青年身上 得到某件东西 他们还巴不得 大鹏族 针对云青年呢 哦 是什么东西 值得孔雀族 如此大费周章 云青年撑死了 不过应变境而已 孔雀族 干嘛不直接动手去抢 什么东西 暂且不知 不过据我方才 对云青年的观察 此人是典型的硬茬子 孔雀族若是硬逼 恐怕会人才两师 所以他们才设了 这么一个局 原来如此 那彭飞一天到晚 乍乍乎乎的 很烦人 云青年胆敢孤身一人 叫板大鹏族 很对我的胃口 我们若是要强行保他 有几分把握 若在其他地方 属下能百分百保下他 但这里是孔雀岭 恐怕 也罢 那他只能自求多福了 好 既然双方没有异议 那么决斗 马上开始 等等 怎么 你难道是怕了 可惜现在求饶已经晚了 就凭你 还不配让我怕 我只是想知道 若是某人不敌的时候 有人中途插手比赛怎么办 放心 有我在 没人可以插手 光你一人 我觉得不保险 蛟龙族的长老 能否请你做个见证 保证此次决斗 不会有第三者插手 方才我神识感知到了龙奥天 两人的对话 这个要求他们应该会答应 有意思 云青年好像很有信心呢 阿老 答应云青年 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击败龙飞 好 云青年 既然你信得过老夫 那老夫就以蛟龙族的名义 为你做个见证 谁若胆敢在比赛中擅自插手 便是与我蛟龙族为敌 哼 双神弄鬼 有蛟龙族做见证又如何 反正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哈哈 这个人族小子 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够赢龙飞吧 龙飞可是应变六阶的强者 而且还稀有大龙族秘术 速度非常快 足以媲美鹰变七八阶了 等着瞧吧 一会儿这人族小子 怕是要被彭飞吊打 区区彭飞怎么可能是大人的对手 当初大人可是将遁天缩伤的鹰变精 杀了个干净呢 比赛开始 云青眼 受死吧 该死的是你 去死 开 开什么玩笑 这个人族小子 居然和龙飞打了个平凡秋色 他居然能够跟上龙飞的速度 难道他修炼了某种速度秘法吧 我以为会是龙飞的你的压局 现在看来不好说了呀 云青眼 能逼我使用这招 你死也瞑目了 昆蓬斩去 就这也配叫昆蓬斩斥 我看还不如叫小鸟蹦我 落日剑 没想到 这个人族小子 居然能和龙飞打到如此地步 到底谁会是最终赢家呢 那还要说 赢家肯定是龙飞 他可是我妖族年轻一辈 最顶尖的几人之一 我就不信 他会输给一个人族小子 哎 不好说呀 这个人族小子有点邪乎 啊 长老 准备救下云青眼吧 那龙飞的昆蓬斩斥 是 的确棘手 就算我来应对也会受伤 云青眼和龙飞又差着竞技 怕是 是 少主 不过云青眼能逼出龙飞这招 已经算很不错了 云青眼能败在少主这招之下 算是你的荣耀了 龙飞 你输了 可恶 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 什么 什么 龙飞居然输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开什么玩笑 龙飞怎么会输给那个人族小子 连大鹏族的少主 都败在了云青眼的手下 这次天交之战 大鹏族的脸算是丢尽了呀 这只是大鹏族的脸面 我妖族的脸面都被丢尽了 龙飞你个混蛋 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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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人插手 我蛟龙族只不过是在履行方才对云青年的承诺罢了 多谢 蛟龙族的情谊我记下了 无妨小事而已 有空一起喝酒 这个蓬妃也太不经打了 还给你们 少主 您怎么样 我命你 立即给我杀 杀了云青爷 不要管什么后果 等等 此刻这是擂台大赛 还望给我孔雀族一个面子 红元 难道你也要因为一个人类 和我大鹏族作对吗 大鹏长老 你难道 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这 好 你们最好能给我一个交代 放心 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可以上场了 收到 孔雀王族直系子弟 孔华求战 孔华怎么会上场挑战云青岩 云青岩不是孔雀族的客人吗 客人个鬼 方才比试前 孔雀都开口允许蓬妃把云青岩手脚打断了 孔雀族和那云青岩只是表面和睦而已 暗地里怕是在谋划着什么 孔华和蓬妃境界一样 这孔华哪来的底气挑战云青岩啊 你们孔雀族终于忍不住出手了吗 只不过连那蓬妃都败在我的手中 你哪来的勇气和我一战 我跟蓬妃虽然境界相同 但我若要拜他 一炷香的时间都不用 不错 我喜欢自信的人 开始吧 等等 单纯的分胜负太没意思了 不如 我们加些彩头如何 彩头 你想加什么彩头 浪费这么长时间 孔雀族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只是我很好奇 他们打算用什么 来让我主动掏出顿天苏和铃罗戒 我若是胜了 你的顿天苏和手上的储物戒 就归我了 你若是胜了 那我孔雀族的孔雀灵 就归你 什么 孔雀灵可是孔雀族的盛器啊 孔雀族疯了嘛 居然把这个拿出来当彩头 孔雀灵可是玄天级的法宝 但论价值而言 甚至在顿天苏之上啊 连孔雀灵都敢拿出来 当赌注 看来这次孔华是有必胜的法握呀 否则要是输了 孔雀族得亏到姥姥家去 玄天级法宝吗 倒是不错 好 这赌约我硬下了 我新打造的斩天剑 经过剑鞘的运营 早已与玄天级法宝不相上下 若是能够将这孔雀灵吞掉 新的斩天剑 应该能够突破玄天级这个层次了 好 那么立天道誓言吧 合 成了 云青年 孔雀灵是我们的赌注 你居然在鄙视中使用它 你们孔雀族 当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云青年 你与我立下的誓言中 可没有说不能动用孔雀灵 我确定还是早些认输的好了 这孔雀灵太强 我若是一个没掌握住 说不定会直接将你打死 让我认输 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孔雀灵 这场我赢了 孔雀族定然会翻领 我有九天诛仙杀阵和斩天剑载倒是不怕 只不过用在这几个家伙身上太浪费 先偷偷实践 等几条大鱼出现 孔雀 这可是天骄之战 孔雀族居然做出此等行径 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吗 我孔雀族的脸面怎样 那是我孔雀族的事 龙昂天 您身为蛟龙族的少主 管得有些太多了吧 少主莫及 那孔雀炎看似情势危急 但没有丝毫慌乱 躲避之时游刃有余 未必没有反击之力 有孔雀灵在 我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孔雀炎用什么手段能赢了 我说怎么孔雀城皇宫内找了半天找不到 原来孔雀灵在这里 魅雀那个老娘们在后面跟得起 我的阵法困不了他多长时间了 看来得尽快把孔雀灵搞到手 才好丢掉 没想到除了魅雀之外 他也来到这儿了 这下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可恶 这个云青炎 怎么跟个泥鳅似的 滑不溜秋 打了这么长时间 居然一发没打中 这个人族小子也太坚挺了吧 明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 被孔雀压着打 结果到现在还没有落败 孔雀 你行不行啊 有孔雀灵在手 这么长时间还没赢 你也太废了嘛 这么看来 要是没有孔雀灵 孔雀根本不可能赢啊 可惜没如果 这个人族小子 落败是迟早的事 云青炎 你不是很嚣张吗 有孔雀事你别躲啊 好 那便如你所愿 先帝真解第一事 横推八荒 既然鱼儿已经上钩 那也不用浪费时间了 不好 孔雀灵 给我挡住 这 这怎么可能 你 我竟然连你的一招 都戒不住 开什么玩笑 竟然一招干费了使用孔雀灵的孔华 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之前云青炎对战彭飞的时候 连武器都没用 一直到对付使用玄天机法宝 孔雀灵的孔华 云青炎才拿出一把剑了 看来人家云青炎 从来没把彭飞和孔华之流 当成对手啊 若非孔华动用了孔雀灵 云青炎恐怕连武器 都不限于动用 不 不可能的 我有玄天机法宝在手 怎么可能连你一招都戒不住 这绝对不可能 玄天机法宝虽然不错 但也要看是什么人使用 你不过区区应变境的修为 又能发挥出孔雀灵几分威力 孔雀灵我就收下 孔雀灵是我孔雀族盛器 绝不可能给你 云青炎 你给我滚开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遵守诺言 可惜了 这孔雀灵怕是要便宜沉上上了 哈哈哈哈 孔雀灵是我的了 混账 是谁 竟敢抢我孔雀座盛器 孔雀灵 猪雀事